国语有生善书 义赤拱横堂善书 现实报律条 主祝先佛为诸天神圣 本堂主席官登台 圣事今夜宫接著书御旨 命本堂成皇五礼外接驾 命本堂福神十礼外接驾 其余神人排后驾 钦差南天皇天君将 诗曰赖赵南来将道场 新书毕命起贤粮 苍离木寿明司礼 现实果因得责掌 圣事无今夜班宣御赵 将尔道场 是为浩天在眷必以重任 御旨开宣 神人俯伏 钦奉 御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赵曰 朕居灵霄通关万众 无时不以苍生为念 思及舒适之秋 众生蒙昧 且因天运积累贡业浩瀚 在上任玉皇 你以玉石聚焚 以消浩劫之能量 虽有鸾门五圣 悲悯众生 金缺请命 愿为芳芳禅教 处处济世 已渡于完 乃赞恶雷霆之怒 免除玉石聚焚之劫 再立上元甲子 五教教尊 共义推举 观圣荣登九五 朕乃继妙月 国王功果圆满 返嫁无极古老金仙之清静 镇长三十六天 辖七十二帝 乃班天律 现世报 于墓下严幅提帝 虽经历数十年 鸾门诸圣诸贤大力推行 为众生上多部之所以然 查尔南詹布州 台江新设一赤拱横堂 数十年间 神人用心待天宣化 功绩甚受天人肯定 足堪必以重任 乃特赤子一道 命由诸天佛圣 五教先真 和著本书 提其言曰 现世报律例 以此彰显因果轮回之报业 因格式之讨报 有至现世不公允之现象 并补足众生未知其律之所以 并准与著书先真 提列当下事迹 加以佐证 为顾律人士 扬法所有 准与各先真孤隐其名 但详列事情始末 以立众生阅书 心井而替 更能因此名词律例所观 书之著 以善恶奸产 古今为辅 使刻详明印证 命尤尔堂永比王生为主著正鸾 为期一年 完书脚趾 颁传寿 再为诸圣仙神 及诸门下 善众叙录 愿尔神人 努力以赴 亲哉勿呼 叩首谢恩 本堂主席官登台 圣事 可喜可贺 本堂再必成天命 开著宝书 由其本书 视为阐述天律国报之更替 乃为现世报 弥族珍贵 愿尔诸贤 同心完成大命 可 无赤佛藩 一箭一箭上成 无极麻仙姑将 圣事 无今夜降价 乃来班赤 新书凡历 神人免贵 资奉一约 娘慎告维尔堂 神人用心 乃得蒙此书荣 开著宪世报律例 书记班 为愿诸仲林儿 上体观黄公义 以视同仁于众生之 造作善恶夜报 不再格式元熟 加速当事显成 以朝公允 故特此书例 凡注印本书一千本 准消一事公案 并增益分符会 以此累计类推 达三十分符会具足 成就下界神奇之功果 乃以扣除累事 以其当下造作诸恶夜 凡欲求消除命观灾节 准语注印二千本 即得消除 若达五千本 准语今生命观灾节 全数注消 为最后之节 不在其内 凡有孝心 为尊长行造此功德 除本身功德 是为尊长所得 以天律孝心之家免 准为人子女者行此功德 家计百分之十五功德 可以在当事显成 并准通报各司协办 凡有讲解 推广 搬传及效劳 猪儿女人等 命尔堂功德 私会同有私 日夜寻游家以监察 着雨便宜行事 小灾小难可先决行 再做补报 大灾大难准与各司协同 快速化转 以静晚转之功 今次此疏离 乃为诸仲灵儿 硬体观黄铁面无私 极恶如仇 施行天律现世报 当可注意诸仲灵儿修行 增福慧 少灾恶 并步步慷庄 以期诸仲灵儿 西街可以回乡面母 是所致判 一约误呼叩首谢恩 屡先祖将 旭 义自第十七代 玉皇大天尊震怒 已以世道交离 人心不顾 故于浩劫提前 玉石俱焚 虽得鸾门五圣请命下世 以处处开堂 方方铲教 嫉妒众生 发露共善之心 婉转世道 以息天怒 然则百数十年来 众生虽因此 甚多因鸾门教化 共结文字姻缘 进而搬传善书宝册 以利劝化 有得加成效益 但是人心欲望 并非仅仅明理 而可收敛而节制 若无警惕 使京聚而意志欲望 进而改善心魔之欲望 时难收利甘见影之效 今第十八代玉皇大天尊玄灵高 上帝掌礼灵霄 有见及此 乃般献是报之律例 然则如胜有云 不交而诸 为之科 因此欲使众生名此天律 而收警惕及勉力之用心 故于今再斥止颁注本书 以实力之因果报业 欲使众生先名此一天律之速报 免存侥幸之心 若再不受教 则受报当不能为之科 书以颁注 吴典为当时为众生请命之 鸾门五圣之一 时不忍众生不明天律 以由宽松之隔世报 更改为严厉之县世报 乃在书前 不嫌唠叨 列之为序 以免众生 吕仙祖降于台江 一赤拱横堂 地藏王菩萨将 序 于有云 天堂有路 地狱无门 熟料众生有路 却不由而上天堂 偏向虎山行 无门却闯入地狱道 诚可悲叹 众生之弥媚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吴虽有地狱不空 誓不成佛之愿 但众生蒙蔽以身 时有需要严厉真鞭 以弃众生有所畏惧及受教 虽然霹雳手段有诗人厚 但非天意不敏 至乱世用重点 因而既此末法 天降宝书 实为先人厚 而后霹雳手段使出 故宝书之著 吴慎愿众生有所警惕 悦书而知浩天用心之苦 但悲悯非相怨 众生切一明误 书之前 吴苦口婆心 身愿能明此义 上体天恩得则 岳书能有所得 有过则改 无过则免 是为序 南谋地藏王菩萨 将于心设一赤拱恒堂 太白金星将 序 实直书世 人心不古 虽得诸天佛圣不辞云露 殿下凡事 方方禅教 谨化人心 游有各地鸾门圣堂 神人陆力带天宣化 凝聚各地有识之事 共善共愿 推行三草谱化之大事因缘 金台将中周 心设一赤拱恒堂 功领天命驻 造宝书县世报律例 实为真编当今 世道人心之沉沦 并以昭彰天律无私 且诗人教化在先 后诗铁万言律 疲以众生之所警惕 进而精精 如履薄冰 甚无抵触天律之县世报 书已颁注 鸾门神人共愿 甚叛宝书祭出 能有婉转人心世道 纵非一蹴可挤而近世界大同 但人心若善 风俗淳朴 则武卓恶事和斥净土 事为序 太白金星将于 国语有生善疏 太阴娘娘将 盛世无今夜守住县世报律例 案由七年前 中国河南小镇中 有女年在三十三岁 忽于荒野中死亡 乃受戾气残害 已数年 却难破案 此女本为小镇之有夫之妇 但家道稍贫 幼目虚荣 因此交由复杂 相邻怀疑乃感情纠纷 招惹杀身之祸 实则略有出入 此女年轻之 实际即不慎在意贞结 交友如走马灯 甚为凡父 即至嫁夫 不改其性 与多位有家世 稍有财富之人交往 以换取物质 因而引起多位家庭主妇不满 终至其中有人串联买凶杀人 说明 此女元兽有64岁 以人父不守父道 又破坏他人家庭 因此造成杀身亡死 此力若往前百数十年 可能形成轮回 此女再受报 但天律已改现世报 因此夜缘急剧成熟而显报 付诸 此女元兽所于人生历程之善恶果报 并不因其今生往往而了断 未显成之因缘仍在名思审断 于后续轮回中再行了结 甚愿众生悦此案例 心有所经 并替免约至自身之欲望 今缺欲使王天君将 案由台湾南投小镇 有位王姓老父 此既有存活 年已近七十 身有重症 乃罹患血癌之症 并且膝下无子女可承欢及侍奉 独自面对孤苦重病之晚年 虽然上有幼帝为伴 并且上有余裕资才可作陪伴及医病所需 但是此等人生虽非悲惨 亦觉非幸福 说明 此父之所以有此命相 并非著成 其幼年一属家道小康 父为军人 来台转任政府官要 且父一生清廉 家教一言 子女均受高等教育 因此此父及长 嫁于国外殷后商家 西齐夫婿英年早逝 源于外国律法不同于台湾 因齐夫遗产 男与婆家大旗赶格及征产之事 其间 不但辱骂婆家 甚至怨恨心重 虽非以毒害人 但却常有建议之半解之道 听途说 有意无意监狱陷害婆家 最终 当地律法确定 其无法继承其父遗产 仅能在其父生前 所给予之资财 归其所有 此父使死心回台定居 赎料五十之年 极限此重症契金 父祝 此父不甘其父遗产 未能如本地律法 至少继承一半 落得分文未得 乃有心生恨意 做出对掌上不轨 不敬之作为 乃招致此重病缠身 虽然其父为官轻正 其长辈更是宗教贤达 犹然无法 弥平其恶心恶业 甚愿世人悦此案例 之所警惕 南天皇天君将 案由 前不久 在美国有小镇发生车祸 乃一年仅三十出头年轻人 自己驾驶撞上路数 乃至又肩胛骨粉碎性骨折 即已注定残废 虽然捡回一命 但人生前途堪余 当事人也不自知 如何撞上路数 一位喝酒 二位瞌睡 三位有其他事物分心 就莫名撞上路数 造成伤害 说明 按寻由神思所录制汇报 此人虽非大恶之人 但有一不良嗜好 常洗隐藏相机或手机 在公众场合 拍摄不雅照片 不但乐此不疲 甚至将之编辑成影带 贩售图利 伤害甚多无辜之人 并且不知悔改 因而南天会整 以服施暴惩罚之律 故在此元熟时机 以此车祸作为惩戒 附著天律改为现世暴 但并非一昧失诚 不与自新之机 此人若非将此不雅偷射之徒 赵公开贩售 或许不致达到 现世暴律力之标准 而且未受养法之罚 故更击中其过夜 因而达到标准 一般现世暴之律力 虽速而言 但亦非必定致命 若受罚之人 能知警惕而改过向善 一者或可消弥前千 二者若以此力而言 深受惩罚之后 若能立志而改 进而向善而行 则恶罚已过 在机后福必定可期 宝生大地匠 暗游 在日本国 有一位此时已在萨三岁之已婚少妇 目下存活 带有严重不孕症 在婆家受到二老冷淡以待 而其夫更是流连在外 令劫心欢 因此少妇乃哀怨愤恨 终至罹患此症 说明 此少妇原本小家碧玉 外貌亦称秀丽 故年轻仗势貌美 对感情是轻忽游戏 交往男友稍不顺遂 动辄在劫心欢 虽然目下时事对真劫观念已非昔比 但此女却因伴侣过于复杂 甚至又因此在交往过程中 同时拥有数位男性友人 导致争锋吃醋 大打出手 亦有其友人因此伤心失智 导致轻生 诸此种种 累积在年少之时 虽然一时轻狂无知 更将自身快乐见诸于他人痛苦之中 因而累积以达现世施暴标准 故于新某年寻游神思汇报 乃准事成 故于结婚之后 昔记得运 但却不可得 十日记久 公婆由阴望而失望 夫婿亦难以承受 因此不愿回家 在外令驻相朝 导致此妇不但无运 亦离忧郁症 驻解 此女外在条件皆属中上 若能年少之所节至自身 当然此与幕下事丰有关 因此无特将之列入书中 以自劝势 稍之放纵自己 但不能害人 却一而再 再而三以此感情游戏满足自己 疑惑他人 则以其得夫 亦可得子 纵非无所缺憾 但基本幸福人生 必定可得 一念之差 疑惑无穷 乃至自身忧郁难解 此后大半人生 恐将陷于仇云惨物之间 至稀世人谨而涕立 全天上帝将 按由 在丁亥年七月至深夜 有一年仅念六岁年轻男子 在酒后斗殴中遭乱棍及凶器所伤 虽有送医 但仍不至往往 说明 此年轻人为物正业 游手好闲 均依靠父母兄子接济度日 然则若有味如其意 动辄辱骂 甚至动手打伤母子 遭报警送办 但因母子心软撤告 因而此人在外 难与颇多不善人士交往 乃被利用为诈骗集团之外为分子 事情历经几近三年 幸为遭警方查获逮捕 因而罪孽积累甚重 因为遭笔等诈骗损失 有人难以度日 有人遭家属打骂乃至轻生 因而寻由神思汇报 以达失诚标准 顾及彼等庆功饮宴之计 以小事故牵引 都偶尔往往 助解 此人若非不孝 忤逆母子 更因素行不良诈骗为生 须知 你虽轻易取得财物 但受骗之人下场凄惨 因此以此行为 罪易招致县世报 甚愿世人替免不犯 天下都城皇将 按由 十三年前 中国四川有一地方高级公务人员 因在深夜之间杀妻 虽然其位居要金 但因罪证确凿 因而时至今日 不因其要职而得赦免 与今身继领雨 前程尽毁 恐难再见天日 说明 此高官因在地方身居要职 常有伤身人等为方便其事业拓展 因此时以厚礼馈赠 并且生歌达旦 可谓极尽好奢 而此人由不尽此满足 尚且巧立明目 横征暴脸 尚且财色不拘 凡有其所图 无不及尽手段 不论账戒职权恫吓威胁 事达目的 否则不轻易罢首 因此甚多苦主 不但财务耗损 有者 有要女眷受辱 使得脱身 获得罪所谋 因此 积累罪孽以达县世 承报标准 乃借此杀妻行为 使其身败名裂 身继领雨 以昭天律及养法公平久明 注解 是此人自身造孽 未何失成累及其妻 必要说明 其一 此负义仗借其夫职权 待其夫收受不法馈赠 平日以此不法所得 极尽奢侈浪费之能事 其二 并因其夫身居地方要位 故多有仗 此权势欺辱无辜相邻 及至其娘家因亲眷属等 对长辈不能和颜月色 对平辈 晚辈人等 更是尖酸刻薄 不假辞色 其三 因其夫时常在外生色犬马 故子负义仗及财势 多有不轨行为 甚至造成他人家庭风暴 故意已达到失诚标准 乃在事业 遭其夫壮见奸情 乃引发杀鸡 慎愿世人悦此案例 犹然心惊 免而替之 国语有生善书 董双城仙姑将 暗游 今时台湾彰化地区有女子未及三十岁 却已有六年精神症状 不但身体时有不适 且常有一家所谓之幻觉 甚至与无伦次 并有失序行为 家中长辈甚为苦恼 不但求医诊治 并且全台庙寺求神问补 却未见好转 不过是有恶祖其继续急速恶化 说明为何此女离此精神疾病 且一诊 岛神均未得甚显效益 究其因有二 其一 此女再甚年轻 约在二十一 二岁之际 即已求修大道 并已在佛前发宿时亲口愿 但却因难尽有柴之山火 以及自身难恶口腹之欲 因而为事 尚且退却道心 沉迷声色勿欲 有道亲成全 苦口婆心欲将之度回道场 但却难挽其受祸之心智 故又有被道之行 其二 远离道场之后 身体逐渐有病浮灾磨 有道亲劝其回道场 却受其辱骂 并且大造口叶邦佛回道 晚似入魔 至此 寻察思神会及为事被道 邦佛抵道 累积罪业以达失成标准 故于六年前因果清算 累世冤亲险前 故造成身体病魔 以及精神疾病至今 祝解 此女虽有求道 且自行发心亲口素食 但却毁于自身欲望 又不能接受善知识之劝解 反而更造下棒佛抵道之罪过 但其尊长一属修行之人 身知果报 为尚不知事由现世报而成 因此有为其修造功德补赎前千 在假以时日之后 此女将能更加清醒而恢复 若能知所成颤 在回道场行宫了愿 则天律虽乏 不最改过向善知人 尤其尚在年轻 绝对有重现光明灿烂之人生 律仙祖 按由 在日本国九州地区有小城 一位中年妇女数日前 仅因行走未甚注意 竟失足跌倒 却又撞上路旁突出雾 乃至昏迷数日 插性及早发现 送医急救中无大碍 仅遭数日疲肉之痛 说明 此复原和受此意外之灾 原来比复语相邻不合 常有口角 自觉受辱 欲想欲不甘 又无能明白理论 因此日常中 会想尽办法做诬陷邻人 更致故意制造噪音 会物 乃至污染水源等等 虽经村长及警所调和 但却各说各话 谁也不认错 导致邻里不目 恶脸相向 实际上是为此父之错 却自觉受辱 乃蓄意骚扰邻里 其居家方邻慎受苦扰 但又无可奈何 世经巡查神思会及诸般过错 南天有斯平定应施驳成 乃于数日前以此意外之灾 以作警惕 诸解 众生切莫以为恶效 乃有任性为之 切勿以为只有杀人 放火 奸淫 盗掠 始足以招致天前 殊不知今时现世报 以此父案例而言 虽非严重侵害他人身家性命 安全等重大可遇之事 但评诉无端骚扰邻里 致他人不得安宁 又无以阳法而置之 志愿份积累 寻查神思汇报有思 见及大恶失诚 是人必以理所当然是之 故笑错笑过 若护恶不圈 以报复自身不甘之意 愿惩一时之快 乃至愿生四起 仍然会依天律现世报 是分清 众而失惩罚 当时无辜者不必蒙受 无妄侵扰 甚愿世人切记 莫以扼侠而任性 国语有声善书 南斗新军将 暗游 台湾南部屏东地区 有一年未借五十只男子 罹患口腔癌 虽未立即致命 但历经医疗 却反复未能根除 常年受此病灾苦膜 尤其吃食脚咬不便 失去品尝美味之食欲 说明此男子离此病灾已近二年 就其原因 实为或从口出 而其言行 却多为包藏或心 常有为谋徒私利 乃多有言语 尖酸刻薄 挑拨是非 不但亲友 中常有如是作为 甚至邻里 坚毅如是 为自身之利 不惜捏此攀污 甚有皆人隐私 造成他人家庭风暴 虽然常有亲友劝谏 可惜忠言逆耳 仍然我行我素 乃至三年前 为灵里中 有一花信年华之父道 虽然此父 却有行为不减 但实则此男子 亦贪慕其父 乃大家渲染此父 之不减点 其间是甚多捕风捉影 自行异测 却似言之凿凿 因而造成此父 甚大家庭风暴 及至家庭破散 至此 寻查私神汇报 以达师承标准 因而此一病灾显现 以招窘戒 诸解 此男子好为言语 而成一时之快 并借言语伤爱 与其并无瓜葛之人 虽非以刀枪伤人于有形 但言语累及无辜 牵连却颇广 因此口得不休 乃家以对治 离此口腔癌之病相 若能心生警惕 立之忏悔 口语行善 纵然未必立即除病 但提升医疾疗效 以目前医药之发达 未及致命之病 必能痊愈 并且奉劝世人须知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言语之伤人 有时不自知 若数蓄意而行 则伤人之身 或为自身难以想象 愿众生的月此篇 有过则改 无过则免 庶免有朝一日 朝至天谴 是其莫及 地藏王菩萨将 按由 数年前在美国 有魏老先生中奖 获得有如天文数字之巨额奖金 两老夫妇不但捐献巨额奖金 为慈善工艺 并且擅自规划余生之用度 并无因获得巨额奖金 而改变人生喜性 说明 此魏老先生如何有此福报 而在晚年获得 中奖之巨额彩金 源于其自年幼之时 急颇巨子人之心保护小动物 不会任意杀害周遭昆虫 弱小动物等 吉常 虽为飞黄腾达 但安稳工作而知足常热 并且甚为热心工艺 长期担任职工 其间 曾有一次路口救助四位小孩童 因路口玩耍为注意车辆 几乎酿成灾事 尤其中年之后 曾有慷慨解囊 捐助所有积蓄帮助落后国家之贫通 以及医疗等慈善团体 一生虽无显赫身世 以及惊天动地大善德 却数十年爱护生命 善才肯舍 在此期间 其妻不但为祖先生行善 反而加以支持 夫妇以行善为人生热趣 因此巡查私审总其行善汇报 因而数年前达到现世福报标准 乃能获得巨额奖金 注解 此为老先生个人福报显成 乃及其妻 但实则其妻一属 促进福报完善之关键 义者老先生不因聚今改变心智 是以其夫妻素是善缘身职 而成今生福报 二者老父义因人善 心人不因财物施舍 而阻止其夫行善 并且自身一语夫婿 身体力行人善公义 故可在晚年共享福报 申愿众生之善 行善 但切莫以短时日之善行 而祭求上天 有思寻见无思 达到标准 该得福报自然显成 国语有生善书 小圣仙师将 按由十数年前 台湾初期有公益彩券之时 即有一位 萨于碎之厨师中奖 获得巨额透奖 私识人人称献 但当事者却深恐财之漏白 恐遭横祸 故大多低调不敢张扬 为此人中奖 获得巨额奖金 未出六年 却又一贫如洗 乃至中奖 犹如南科一梦 距今却是过路财神 说明 缘和此人可以有福运重透奖 因缘是在宿世 其人曾经开仓计荒 解救恶内 因此已铸成今生可得丰厚福报 既已得祝福报 缘和又一贫如洗 此一福报竟成竟花水月 有而空无 此结果即为现世报 因此人自幼即不知孝顺其母 因父母早年离异 其随母成长 不知感念母恩 即长 又好与不良分子私混 虽有一记在身 却入不敷出 且花天酒地 赌 赌俱来 尤其未具职业道德 在职场中 竟大为疏忽卫生环境 以及个人卫生习惯等等 故机造甚多过夜 尤其有一女友得孕 竟缩始堕胎 残害无辜生命 至此 其素世之福报已原属显现 因此在获得聚金之后 其心性不改 不但不知孝顺寡母 更变本加利字 故一月 花天酒地 加上赌 赌 以及一票不善人等 故为几年已将奖金花费殆尽 再呈一贫如洗 并且加上身体羌害 以至由禁灯将枯 为老仙残之惨境 助解 众生常问他人为何有福报 众大奖 今生之福 可以累世人善所基 亦可今生力行善得基福而成 但是关键却在 得福报之后 如何使自身及今世人生更充实 切莫横财道 却失去此意有用之身 北斗星君将 按由 在中国河南 有一中年男子身理罕见疾病 虽然继经医学发达之奇病因 却无药可治 仅仅障级药物加以控制 使其不致急速恶化 牵引其他病发症而亡 但却自发病迄今 时时日日药食不断 正是所谓药罐子 并且上药固定回医院追踪检查 细数长期无药可医治病魔 说明 原和此男子自年轻发病 迄今中年二十余年间 虽未致命 但医药 检验等等病苦 乃系此男子自幼及肾恶霸 在邻里中 长杖家是欺辱又小同棚 并且带头破坏乡理公共财物 疾长 又不务正业 竟勾串工门之人 以劣品界同伙 讹诈外地游客及商旅 虽非杀人越货之强盗 但诈骗无辜 乃使甚多人受害肥浅 因此寻由私神汇报 乃达失成标准 因此申源抗体急剧减退 衰弱 故使此一罕见疾病发病 二十余年间受药时苦膜 助解既是罕见疾病 又是无药可治 为何二十余年间尚未命绝 其因有二 一者其尊长在乡里中 曾有一次善举 捐赠大笔善款救助贫穷 二者 此男子深受病苦之后 启发会心 时常参与寺庙活动 并能做护法 护持之行持 因此虽未能痊愈无碍 但若持衡不待 亦能恶阻此一疾病 急速恶化而夺命 国语有生善疏 照明尊者将 暗游 在台湾南投 有一位五十余岁中年男子 算是家道富裕 乃源于年轻时颇有掌握时机 赚上大笔家产 但是时仅中年 却浑身是病 说大不致命 说小却三日一小病 五日一大病 医院跑不停 药物不离身 而且病症多不同 可谓内治脏腹 外治手脚及皮肤等等病膜 接踵而治 因此有钱 一只能花在医病上 而且其妻不闲 不但没有好好照顾病夫 反而肆意挥霍其夫家产 时常放任其夫病床卧榻 自行在外溢热 说明 为何此人年轻有福报 赚钱成家立业 中年之后不但病魔缠身 长寿病苦 尚且家不成家 招致其父所弃制 恍如末路 独自面对病苦 其心之痛可想而知 原来此人年轻时 赚钱虽非极恶不法 但常有不择手段 最大宗莫过于将工厂倒闭之存货 统统买下 再加工仿茂精品名货 以此手段 在数十年前时机 经济等情况上加之时 大赚魅心 无良之钱财 累计受害之人不知其数 因而一件 一件累计 终于达到失诚标准 因而全身病造极起 缠绕不休 使其余生 以自身受苦 现长今生造业 助解 原何其妻可以坐享其成 此乃夫妻素因 此男子素是欠债于今期 而其今生年轻享福报 尚未及了结夫妻因缘 因此借其受现世报 无法享受其财路 而由其妻坐享其成 然则 其妻虽约讨债而来 但已逾越讨债上限 因此 彼自身意造下今生新业 故此夫妻若未能翻然醒悟 必然下场胜此之惨烈 公爷长夫子将 按由在台湾彰化地区 有意贫困年轻人 在其二十余岁生命过程中 巨甚贫困 靠临时供或打工赚取微薄薄薪资 尤其在服兵役退伍之前 尚且几几乎误扣步枪而肇事 退伍之后 尚有跌入水沟 插性紧皮肉之伤而已 极致有一次不良分子斗殴 刀棍齐飞 此人示好路过 招致无望之灾 可谓千军一发 几乎丧命 却有如神柱 紧受刀伤 警员已至 化解危机 说明 缘和此年轻人自幼贫困 尚且人生路坎坷 灾恶不断 但为何大灾害降临其身 却终能屡显如遗 化解致命危机 因为他出生 当然是素食恶业 今生铸成穷困 并且劫恶重重 因细年少夭折之命成 但是此人 人穷至不穷 赚取微薄工资上 要孝阳寡母 不但受人情冷暖之鄙气 又要遭受灾难侵扰之苦难 但年少时 即不受同乡之有柴所山佑 不行邪其 并且由之不贪不取 陆有时宜 尚能送景昭令 因此监察有私之路其心性 言行积聚善福 以达可施加奖之福报 但是比肃恶确重 今生灾结重重 有私考量两全之道 因此每逢大灾显现 寻查护法助其脱节 如此则夜报 福报息皆两全 助解 世人切勿以眼前之享福而自喜 亦勿以眼前之困顿而自愿 今时之福 乃前善所赐 善尽福尽 则沦入苦徒 莫已经困 须知乃前恶之报 知能行善 存心贤良 则自得天神相助 慎愿世人能所警惕 进而自免 国语有生善书 言回夫子将 按由 在香港地区 有一女子仅撒于岁 但已住洋楼 出入名车代步 尚且出入上流社会聚会场所 虽然未有正式婚约 但衣食无缺 亦甚得其难半宠爱有加 俨然名愿 邻里之人 乃气聚会场合之人 均知其出身封臣 但时日既久 知其为人良善 因而不以其出生低微而有轻事 并且能与接纳 视之为商场伙伴之女主人 说明 此女缘何能以出身封臣 而得成功人事 将之纳为女友 并且衣食无缺 尚且待其出入生意正式场合 原因乃是此女家道贫困 因而年纪甚轻 即已被迫沦入生涩场所 但其人心的良善 因自身困苦 因此所赚钱 才除家中亲人所必须之外 甚多捐赠孤 幼儿怨 并且自己得侠 尚能在院中陪伴孤 幼儿度过欢乐的一天 故其男友及是商场名流 亦在慈善活动中认识 进而交往 并且最后可以脱离生涩场所 踏入上流社会 助解 此女年轻困苦 自然是累事报业助成 因而今生受到生涩场所之磨难 但出污泥而不染 能心存人善 以辛苦前回报 同样困苦之孤幼儿 因而累积福报 但是仍然未尽此报业 因为累事业重 未来与男友之间风波仍在 可是只要宅心人善不便 持恒行善 则积累善福 终有可转还而圆满 因此奉劝世人 得有报业受苦 莫由愿 心存人善可积厚福 但是得福之后 切莫因为外在环境改变 内心世界莫受染拙 仍应一本初衷 甚至感恩惜福 加倍 再加倍力行得善 终必厚福无穷 南斗新军将 案由高雄地区 有一位念妻 八岁年轻男子 已从军中退伍之后 年年考公职 却年年名落孙山 补习班花费不资 精神体力更是负重难以言喻 甚至挤达轻生地步 说明 缘和此男子公职无份 并非其人不认真 或不学无术 其上市名校毕业 但却屡事不低 原因即在其营业过重 古来真言明讯 乃弃劝善宝书 均有名哉谱劝众生 莫犯营业 莫拜妇女真杰 昔日赴考世子 多有甚具文才 却因沾染营业 或拜父名杰 乃遭消去功名 父事不低 自古至今 此律不变 尤其今时 更因年轻人不具道德观 或自以为思想观念新潮 你情我愿何应之有 此男子正是如此 仗是名校毕业 当然家道意识上称富裕 尤其外表意识不差 因而颇具异性吸引力 而其更是来者不惧 有时同时拥有数位女友 恶此不疲 尤其有女寓意的运逼 其就范而取 但其人不但不肯接受 或连轰带骗 缩始堕胎 有者更直接讽刺 不承认是自己 即为此胎之父 诸此种种 积累甚重业债 因而有私勾去功名 乃至屡事不低 注解 公职福报在往袭 据认为不是好职业 因为微薄薪资 仅足糊口养家 但时至今日 已是多数称县之铁饭碗 是以此人乃欲求考试 进入公务员体系 但却因营业而遭消去功名 虽未必使其一生暗淡 但周遭亲友之压力 可想而知 无以此力奉劝 时下年轻人 面对潮流 观念 思想是否有必要修正 一不小心堕入火坑 但仍然持续行善 必定未来命运会改变 二若要考取学校或金榜提名 一定要借除邪银 万恶银为首 多注印借银善书 可改运 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福德正神将 暗游 在南部 有一位在大道中甚滋身 且已位居要金 进入大道已二十余年 今年将戒六十 为病魔缠绕 且有重疾在身 许多修子颇不明白 为何一位甚尽心力之修者 却遭此困恶 唯恐天下修子遭此考道 无今夜乃来降卵阐术 列入宝书 已是修子之仪 说明 原来此位道中经修 且已位居要金之人 在位进入大道之时 颇爱钓鱼 甚至殿炸鱼族 并且伙同子女 相邻之外 尚且热臣邀约 亲朋坡多次 尚且带领智灵子女同行 另外 尚且在荒郊之中 埋设陷阱猎捕小动物 截至求修大道之年 约略期 八年间所造沙业 时已不能计数 但在善因缘熟之际 寿人引进求修大道 一心甚前修办 不遗余力 直至晚年 颇基福慧及功果 但是年轻所造沙业 却难消弭 因此晚年受报 注解 原和二十余年间 为道奉献 却未能消除年轻时 所造恶业 其一 当然县世暴是主因 受害生灵不甘不愿 但身讨无门 因为在大道中修办 灵有天命之故 既如是 原和受报 此及其二 因修子不知成颤 消此年轻无知所造恶业 其三 天律至正 修办得功果无碍 自有叙禄斑斥 但恶业已达受报标准 因而在晚年显现 无今夜除阐述此利 已是修子之仪 仍要奉劝天下修子 包含此位当需省颤今生所造恶业 不论修办或行功了愿 切记消弥自身今生所造恶业 当可免除报业 甚至此位此后例行 仍可有转环契机 杨俭先施价 案由 在台江监狱中 现有一位遭叛重刑 年仅萨余岁 且其家事甚为丰厚 但正因如此 自幼及无虚伪 日常生活忧凡 查来伸手 犯来张口 养成一副吊儿郎当 天不怕地不怕之富家少年 因此由幼己长 其言行以多有暴裂 故出社会后 举凡酒色 甚至毒品均多沾染 乃至造下许多伤风败俗之事 并且己致人命 故其恶行以达师成标准 故有私巡查汇报 乃定其罪 借由其伤风败俗 及有毒品事证之下 绳之以法 慢慢行期 端是其是否有忏悔改过之心 说明 年纪轻轻 仗疾家世 自意意热 玩火自焚 不但害自己身际淋雨 尚且残害许多无辜 虽未至害命 但甚多人往后 人生心中阴霾 恐难挥去 然则县事报师成 却也要庶明猿和此人得以福报 生在家世背景 西街雄厚 自幼己长 无忧无虑 若非其塑形不良 心性不佳 无视道德等 将不致落得如此下场 游能因其好家世 用心栽培 当有力争上游 出人头地之日 此乃其人不知珍惜福报 以其素是曾有为伤诚信 同所无期 且能振贫济苦 累积福德 乃得今生投入好人家 俗云 好透不如好伪 生入富家 却因此养成偏差心性 乃至得福报 素因 却受恶过 今生机造 注解 无则此力参注保书 乃有见于今世道 颇多富豪权贵之后代 其人必有素福 但却有人不知福 享受福报 亦由未尽 无视律法道德 任意自行 因此饥饿难除 若再往昔 造恶已有有素福 善功可抵 但今现世报为天律 纵然素是善福未尽 但饥饿若大 有私师承标准 仍是献报险前 因而奉劝世人当之介慎 替而景之 一 身在一贯天道者 一定每天要忏悔于感恩 看到别人出意外 千万不能怀疑到 这一切都是有因果原因的 二 出生在有钱人家 一定要把握行善修道 望大家可以尽孝道超拔仙祖 妙语神奇 有缘魂 动物魂 自己与亲友至浩天子寿灵修院 或无极正道院 正果回天 更希望能正入弥勒净土 国语有生善书 御鼎真人祥 暗游 在桃园地区 有一越南国远嫁台湾之女子 其夫甚为腾熙 育有二子一女 可谓家庭美满 夫妻恩爱 甚至公婆甚家疼爱 不以外籍女子而有轻视或虐待 并且细心教导台湾礼节及料理 使得此一女子虽身在异国外地 时已融入当地国情民俗 说明 缘和此一女子得以在此道德 见受物质文明扭曲 夫妻之道虽未荡然无存 时已虚惧其行而已 因此女在其国内 本系贫家女 虽然白净清秀 但绝非美丽 若仅以冒取人 未必尚选 但其心地良善 在其国家人民所得 尚属低下而困苦 故并无多读书 未及成年 即以拥功赚取微薄薪资赖以虎口 并且悉数教育父母负担佳绩 由要栽培弟弟上进高等学校 自身不舍花费分毫 举凡有柴邀约 大多婉拒 因此甚少知新朋友 几致遭受排挤 但其不以为念 更因心地良善 曾有数次力能所及 绝无推诿帮助他人 点点滴滴 累积孝善 因而福得日增 故有私和与福报 促转元机 乃在一次向亲机会中 得金夫所欢喜 进而永结连礼 尚得圆满家庭 助解 众生切勿以为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天经地义 但实践过程中 可谓多有挚爱 犹如本章之女 能舍自身所欲 善孝父母 有爱弟弟 人师有柴 再在君事随处可见 但横行实践有己人 慎愿众生不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老生长谈而轻忽 若能有小善而积累成 红福之日 异味可知 滴水可穿时 若横持不断 小善绝对是福得 林则徐夫子将 按由 在台湾中部 有一男子仅四十余岁 不足五十之年 却已生离一种免疫系统病变之罕见 且属无可治愈之病症 而且此病缠身 业已二十年有余 虽未致命 但常年要使 以及身体应治疗而起变化 虽是未及致命 但脱膜可知 说明 此一男子发病 已在二十几岁之后 换言之 即是在台江律法所明定 男子需服兵役为义务 待其服完兵役后 再过一段十日史发病 因而不但需接受严苛 军事教育及服役 更要短暂失去自由 缘和此男子有此病变 仍要有累事说起 此人素是中层有二事为妙柱 因此上属机有福慧 因而此事虽然出生乡下 但其家中仍有多笔田地 并且兄姐多以自立 成家立业 因而由其继承家产田地 视为福报 但其在服役之前 即以北上大都市 而与甚多不良分子伙同以诈骗 彼时慎风行所谓金光党 不但诈骗 甚至用药迷婚而洗劫财物 进入军武 仍未与此被切断关系 直至退伍 仍然以此为业 其造作恶业有三件几致被害人 家破人亡 事已故福报有得 罪业已达失成标准 因而就在退伍不久 身体力气病变 此亦免疫系统之病症显现 乃气至今均受药食病魔 筑解恶极缠身 在往昔必有筑成之恶业因果 但此男子并非由肃恶所著成 反之 肃是于今生 尚称姬有福慧 然则年纪轻轻不循正途 乃积造恶念 不但肃是福慧今生难详 更因现世报之天律 乃招致恶极缠扰 甚愿众生越此偏厚 能犹然惊醒 且莫以为恶报乃前世 甚至肃是所造 今生难逃 越此偏极之 其人若非今生心造恶业 则其福报可其 一 坚持行善 孝顺父母 有爱弟妹 一定未来有大福报的 二 诈骗 或称金光党 不但诈骗 甚至用要迷婚而洗劫财物的人 一定会有现世报 望大家可以尽孝道超拔先祖 庙宇神奇 有缘魂 动物魂 自己与亲友至浩天子寿灵修院 或无极正道院 正果回天 更希望能正入弥勒净土 国语有生善书 离山老母将 按由 在美国大城洛杉矶市 有一年仅五十出头之男子 却沦为游民 并且以外来之人 故时遭已妻职此地 甚久之其他游民所驱赶 凌辱 己志难以在此欺身 说明 此人在故乡中 原本是一位上称勤奋赌食之小商家 在营生过程中 虽难免周转不灵 或有些微欠债 但是都能刻苦节约自己 一定还清欠款 因此尚薄相邻 亲朋好友之赞许 营商亦因此颇撑顺利 小有积蓄 故在商场上 因有接触甚多偶需大笔款项 一时又难得凑集款项 乃有类似互助会之方式在商场上风行成立 因此其人以风评加幼赌食 据财力 因而甚多人热意参加其所发起之互助会 其人亦不负众望 热忱圆满完成每一会期 熟料美国经济 曾因金融风暴而一蹶不振 其生意及协力厂商聚接受类 接连亏损 致其无力再继续经营 且手上亦有多起互助会需完成 并且其中有一案上述巨额款项 至此 其人乃不顾早前之赌食 及欠债必还之认之 决定亦走了之 若仅如此 其罪过上轻 却在欲远走之前 能收之汇款 货款 甚至亲朋好友能借则借 能骗则骗 搜集大笔钱财一走了之 来到此一大城市 其家乡受害之人甚多 有者更因此拖累 乃至疾病脱膜在床 但是其人在大城市中 身怀巨款 其初上战战兢兢 思域东山在起 努力寻找商机 可是 覆巢之下 其有婉软 经济萧条之时 甚难有所作为 因而乃榴莲与酒吧等 声色场所 所协巨款 即在此间花费殆尽 而沦为游民 注解 此一事例 乍看乃为理所当然 实则仍是现世暴律力之结果 以其原本上称善良赌食之人 在面对真正困难之时 纵然无力翻身 至少可以不要再害人 累积无辜 及至乍得巨款 更不应以此魅心之款项 作为自身之享乐 故伦为游民 并且由要受到同是游民之欺辱 远离故乡 身在异地 孤单一人游受迫害 即是现世偿还造恶之夜报 甚愿众生悦此事力 能知涕力 谨慎作为 自身力有不歹 亦切莫恶向胆边生 做出疑惑 脱累无辜之事 只要不犯恶孽 一时失意仍有翻身之契机 一旦造恶 则属自断再生之积运 巧胜先师将 暗游 在台江南部 有位年仅三十五 六岁男子 在夜半中因九克起冲突 无辜遭波及进程残障 往后半生 虽未必贪软卧床 但其右手济难复原 将造成日后诸多不便 说明此男子颇有音乐素养 唯不寻正途网音乐学府进修 却向往于娱乐声色等场所 乃就职于极今所谓之夜店 担任DJ之行业 且其具音乐素质 加上思绪聪明 故颇具名气 亦因如此 在此场所中 乃甚具吸引力 且又貌相不俗 交往乃有复杂 中至沾惹在此场合中 最常见之尽要 并以此为耳 常有搭善己致犯罪 或有心是情绪不稳之妙龄女子 前后七八年间 热此不疲 激造甚深触犯养法之事 但却因为东窗事发 竟免于刑罚 为天道好环 天律昭炯 故累积罪业历经有私会整 以达师成标准 故借其殿中事端 应报身杖之法 注解 末法时钟 众生亦受红尘五光石色之 声色染灼 尤其年轻一代 既指此时 不论身心之偏其 以及外在环境之牵引 故意为此单谜 甚至颇多年轻一代 以物为证 认为大家如此 应非为错 但是天律更古不变 凡阳法所尽 即是为罪 有些更是天律言于阳律 类此偏之男子 不但借此沾惹禁药 更以身处场合之便利 烂造银业 当然受报 慎愿今知年轻一代 有所省思 一 若遇到困境时 千万不要害人 害人一定会有报应 二 年轻人千万不要沉迷于夜店与酒店 环境真的会影响人的一生 望大家可以尽孝道超拔先祖 妙语神奇 有缘魂 动物魂 自己与亲友至浩天子 寿灵修院或无极正道院 正果回天 更希望能正入彌勒净土 国语有生善疏 五府千岁将 按由 在三年前一日近五十分 在台湾南投市街上 有一骑小货车失控于红灯煞车不及 而撞上一辆休旅车 世人平安 但两车拒接严重损坏 为重点不在撞人及遭撞之辆车 而是此一小货车煞车不及之计 正前方有一台摩托车正在等红灯而驻车 骑车之人乃一男子 是年五十四岁 其在惊魂否定之后 事后对亲友邻人说 当时硬是让小货车油后撞上 但却察感一股力量硬生生将人车左移三 四公尺 因而小货车就从耳边呼啸而过 历时听闻轰然大响 使之自己逃过一劫 说明原和此男子本该横货临身 路口等红灯而要莫名遭殃 但却如得神助 人车左移免除劫难 原来此人却系五十四岁之年 铸成横货网王 但其人在年轻之时 已是公务人员 颇称奉公守法 但此人不足以改变其命运 关键有二事 约在十四五年前 彼曾路过市场 曾见有人贩售数之大海归 彼人见归眼泪鼓鼓而流 侧引之心立起 伤请贩子将归卖他 但是归贩子所今甚聚 身上钱大有不足 因而伤请后他 先将身上钱为定金 然后回家取款 顺利买归放生 其二 约在六七年前 此人曾在归途中建议女子 摇摇晃晃走在田野间 没多久趴扶在地 彼将之扶上车内 预送其就医 熟料女子不肯 并告知乃系毒瘾发作 并非有病 此男子未趁此而占人便宜 反之将女带回家中 伤请妻子看护 夫妇两尚且尽心 劝女要戒毒 否则一生尽毁 当然言语劝说未必有效 但夫妇两成心 终于感动年轻女子 终于戒毒心生 以此二见因德 乃得有私平见可免网王 因而在其命关灾 结显成之日 由寻见神思将其人车左移 结以应命仍在 视为现世暴与因果暴两全其美 助解 适风日下 人心不古 趁人之威者比比皆是 此一男子并非大善大德之人 但方寸间道德 法律谨守无碍 并且宅心人后则及悟命 归得放生 女得重生 则其自身亦当长命 甚愿世人免行 白度母菩萨将 暗游 在台湾南部 有一位五十余岁之女子 身高不及四尺 并且一鼠貌相平平 在一般人眼中 她可能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但是 她却是一位小儿科医师 并且有个圆满的家庭 一位挚爱她的夫婿 一位可爱聪明的女儿 事业成功 家庭和谐 富与女席皆良善 聪慧 可谓甚得福报 典型幸福美满之职业妇女 说明 此父自幼时 因跌倒伤及脊椎 乃至背驼一封 身长难以再高 故幼时甚受无知友伴笑辱 当然 此乃此父累 是因缘之夜暴 但其人颇为善良 不但不计友伴之怨仇 反而时时帮助友伴 不时友伴受到危险 如有危险行为 她都会贺阻及注意 适时伸出援手 并且甚具人心及耐心 好心美好报也不以为意 极致救学 仍然如此 并且有半多嫌弃 因此她能专心读书 故一路救学 乃进入医学院 并成为医师 在成为医师之后 她更是本着医者父母心 非常有爱心 有耐心 对待生病之小朋友 悉心看诊 用药适中而轻 不以徒利而有伤 及小儿身体之余 如此时数年后 因其外貌之故 亦未能嫁夫 但仍如此善良 岂无福报 故在一日 其今夫 乃一妻已早逝 留有质子 是好生病求诊 其夫因质子看病 而能知悉 医师内心之人善 竟不以外表 而有爱其爱慕之心 日久终成眷属 弃今一家圆满 助解 此一势力 虽非大功大德 但是人之外表有爱 却不伤爱 其内心人善 及爱心 极致为一 古有明讯 医者父母心 此父不但如此 更加上耐心及其用药之苦心 因此 其年少报业 原熟而伤身 此种报业 本是孤丁一人之命相 但却积善造德 以达可有福报 因此命运转换 而得良婿 及一家美满 愿众生能免之孝行 一 就算我们目前命运不好 但不要气馁 只要愿意帮助别人 行善修道 就有机会改变命运 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皇天君将 暗游 十余年前 中国河南有为小企业老板遭绑架 歹徒索取赎款慎俱 为不足三十六小时 即以绳之以法 其人仅受些微皮肉之伤 安全返家 其眷属亦未付出赎金 说明 此人缘何得以遇险 而得安然 实际上 必须以其人甚有公益之心说起 在其创业之初 即颇能体恤员工辛劳 在吃 素上不苛待员工 并且尽力利润分享 在平素间 亦能见义勇为 曾有一次在路程中 见有发生车祸事件 不但立即打电话叫救护车 并且下车帮忙伤患 另有一件 在其出游之时 曾救起一位失足落水之小女孩 使其免于溺水之威 诸此公益善行 且其平素虽非大善 大德 但少行恶孽 故见机善服以达师服标准 但是其人类是 亦有恶业铸成金生报业 即是遭歹徒掳掠勒赎 因而有思两相权衡 乃将此福报化转此恶 使遭受绑架 以了速是恶业之报 但转化贵人契机 使歹徒在百密以书间败露行迹 中至警方可以快速破案 救回人质 免其恶难 诸解 于今末法清算 因果报业皆种元熟 众生时受果报之苦 加上天律已呈现世律报 因而恶业果报加速且列 故众生当之 既需承受累业所助 又需面对今生速速招报之天律 因此当移发新人善 力造功德 行善积德 积福报 以期素业元熟之计 可以将今生善服消异恶报 当然有造恶者 切莫心存侥幸 天律现世报 昭炯无疑 新天军将 暗游 数年前在台湾北部 有位萨鱼岁 几近四十岁之壮年男子 在闹市商街中 只因无意间撞击一位年轻人 竟遭以凶器以对 深受轻微伤害 此年轻人欲再进一步伤害其命 却因凶器故障 乃得此一壮年男子死里逃生 说明 缘和此一男子 可以在岌岌可危之间死里逃生 当然 必须由素因 铸成此生命相说起 此一壮年男子 原本命成铸于 萨九岁之年 众业因果原熟 牵引命观灾结之凶恶 故于是 使使其不注意中 擦撞此一年轻人 而此一年轻人 又是身怀凶器 欲为有人助阵 因而当下产生误会 形成此一灾难 但是此一壮年男子 却在年轻服役之时 曾有部队中老长官之 欺欲加幼隐 当下阿兵哥能够自我把持 实属罕见 尤其甚多类此事件 常在军中老兵间 时有所闻 因而以基福德 直至其退役 进入社会中 因信仰之故 曾发大心愿 认捐驻建庙堂 及赞助雕塑金尊 功德完成 其后为人一称平时 努力工作 为年近四十 报业已驻 因而南天有私何见 以达福报 乃家已化转 在灾结发生当下 使年轻人之凶器产生故障 使其得以死里逃生 完成果报 以福德化转其命成 驻解 众生虚名物 命成所驻好 坏 善服 恶孽 诸此万般事物 早在出生之际 已然形成 故在人生历程中 按部就班 实行此一报业 但扭转命成之关键 即在出生之后 所行所为 因果论中 虽是有因必有果 但是仍有一种因缘 名曰心造因 亦指当下所造作 而形成之业缘 众所周知 了凡及奉仪二位 近世之势力 完全扭转命相 即是明正 故众生无虚为 不能之 即无能为力 之过去世所造作 而今必须面对 之夜报 现世报之天律 更是大幅提升 划转命运之德 则律力 愿众生免之 国语有声善书 雷阵子先翁将 案由 十数年前台湾中南部 有位近五十岁之富人 遭殿疾而亡 乃使乡下地区之人 颇为错愕 因此富人 平素与邻里相处 上称不错 怎会遭遇雷电之劫 说明 自古以来 乡也传说 雷级不孝之人 虽非未必权重 但据事实已不远 或有人疑问 为何雷级不失 最大恶级之辈 却大都失于不孝之人 源于父母生养取劳 辛苦教育 及制成人 不知善孝父母 则压能反补 养之贵辱 人不如处也 故雷级之人 多有不孝之行 故天地不容 此父虽在平素和睦邻里 但有善外人 却不知善孝家中活佛 盖此父因年轻之时 曾因感情受挫而离婚 欲有一女 其夫不愿养育 故母女回家投靠父母 依赖父母生活 初始上能工作 但未及多久 心性大变 不但不工作 在家中亦不能善事父母 虽然是有心神受刺激 形成病态心理之因素 但常使日中 对父母极眼力色 甚且曾因母亲不差 未想家照护其女 乃得重病 虽后痊愈 但其间数次动手推挤 拍大其母 虽未造成严重伤害 为累积时日甚长 极致最后 常与父母口角争吵间 常有诅咒父母去死等恶劣演行 至此 南天监察录制以达师城 故于是日 大雨雷电交加之际 此父身亡于家宅后院 助解 人生在世诸般遭遇 或顺境或逆境 为自身所需面对 若此父之欲人不输 离婚后尚依赖父母 却不知感念生生取养 更在成年后收容其失婚之母女 由不知善孝回报 时有不该 百善孝为先 尤其此己公立人心 孝道己遭物欲所避障 众生当已更加谨慎体力 知父母恩 报此慎恩 唯有尽孝而已 李时珍夫子将 按由 十数年前日本国关西地区 有一年仅50岁不足之男子 夜半深眠之中 却一睡不起 再也难见一日晨曦 说明 此男子身体甚称健康 并且自身为医者 却在酣眠之中与世长辞 此为其饥饿甚重 乃达失诚标准 因而睡眠中猝死 究其所造罪恶 至少有三件 足以消受勾魂 而至英年早逝 原本医者父母心 本应是病患魔苦如亲眷之苦 善加诊治 可惜其人事前如命 若叫穷苦之人大都随意诊疗 因而曾有疏悟疑或病者 备受苦磨 其二 其人好色 不知克尽本分 常借医病之便 勾搭上聚姿色之女流 不论已婚妇或妙领女 若勾搭未成 竟借诊疗托此而有余悦 细辱之行为 因而造成许多妇女家庭风波 其三 其人好声色之余 曾有一次与友人聚会 正当久憨耳熟之计 有疾病患者需要历时医治 其人不顾医者之人 断然拒绝 乃使病者一物一机枉王 至此 其唯一不但无功 反击身重罪孽 有思乃确认失诚 名思阴差历时勾魂夺命 助解 自古以来 行医者需聚人心之德 否则一挑生命在手中 由其判定生死 若无人敏之心 纵然医术上比华陀 仍是一介介医 谋私之凡夫而已 医者 治病救苦 众生视为大恩人 视为注视活佛 若知自身医术可以救人 更可以让自身积累 无边福德 身判是之医者得月此篇 有所幸醒悟 一 虽然我们运势不好 但千万别对父母不孝 因为百善孝为先 上天很重视孝道 二 医生一定要尽己 帮助病人 福报一定很大 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马天君将 按由年余前 苗栗地区有位六十出头之男子 与凌晨一阵晕黑 跌坐在地 其家人送医之后 是日下午五点即刻然尝试 可谓临终之前未受病魔 何详而逝 说明 于今世人长求寿终正寝而不得 古来俗艳有云 英雄最怕病来魔 尤其病魔若持续过久 择久病床前无孝子 不但亲眷受苦受累 而其本人更是行销古寿 不成人行 缘何此人能得安详 而适之福报 原来其人在三十岁之年 其妻不甘贫困 乃琵琶别报 留下一子一女尚在至灵 故父兼母侄 不但抚育至灵子女 尤其生性上属人善 不以此而由怨及自暴自弃 工作之余能尽负职 将其子栽培高等学府 今在国外工作 更且在有限收入中 有人困难 贫苦商借金钱 仍能热于助人 其中不乏有借无还 总其一生 虽非大善大德 而且难免小错小过 可是善人本分 不因家逢巨变 形成社会独流 尚且将其子教养 成为有用之才 因而得以累积小人小善 点点滴滴有私会志 乃得在临终之时 磨难尽除 何事离开人世 注解 于今人世闻名昌盛 但亦因如此 使整个生存空间 造成许多乌烟瘴气 甚至人际关系等等 而且幕下虽科学进步 但是许多恶极 仍是众生临终之际最大噩梦 是已故 欲求人生最后一口气 是在安详中宴下平素行人 行善绝对是必要 国语有生善书 补叙现世暴律条 主诸仙佛为文昌帝君 本堂主席官登台 圣氏今夜宫皆浩天御旨 命本堂成皇五礼外接驾 命本堂扶神十礼外接驾 其余神人排班后驾 今缺御使王天君将 诗曰 中周圣地不乱因 必众群贤直至今 可喜前程同一志 待天宣化众人亲 圣氏 无今夜乃来班斥浩天御旨 御赵开轩 神人俯服 亲奉 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 阵居灵霄 通关万众 无时不以苍生为念 既知末法之事 众生担逆利益 使功名富贵如珍宝 气道德人善如必喜 乃多逞积风 用心机 不择手段而欲绝取 因而世道交离 多有心存侥幸者 或利欲熏心者 图一时之获得 至森严律利而不知警觉 今台江新设一赤拱 横唐英母命创建道场 鸾门圣物数十年间 绝无间断 资已成领赤命 铸造县世暴律利 降臣案例 注解 说明 其以众生悦而知名 名而有景 唯虽以案例降臣 但天律更动 尤其以格世暴之后 欲行警醒顽迷 事须例行严律 使得其效 故有天律改为县世暴 故于案例之后 再行补序律利盖略 提其言曰 补序县世暴律利 聘由文昌帝君为主助先师 派命永笔为主助政鸾 为期一年两书合为一策 再形成绞三槽 愿尔神人用命 书成众生受益匪浅 更为待天搬宣 不留不教而诸之科 亲灾勿乎 叩首谢恩 天运遂赐丁有年 年润六月念一日 大成至圣仙师孔子将 旭 人已灾 浩天至敏 虽约观黄荣灯九五 掌天地化欲全柄 但心计众生不行 更改天律为县世暴之计 身恐众生已止身 果报仍在格世之律 虽百于年间 仍不免为此忧心 乃在赤命鸾门铸造宝书 贵道场夜已顺利完成律例之案例 今在英城补序之宝书 乃以众生未免于指之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将在补序完成之后 天律县世报将完备 以供众生参阅 而有心明 而再生体力 可喜末法众生在 严福提地欲亲近大道 则有书圣法教可以致文 若有善恶界限 则有天律宝书可作归孽 今已斑命 书将著作 无略数数语 以免众生事为序 大成至圣孔将于台 将一赤拱横堂 国语有生善书 害上李老君将 序 善哉 善哉 功德无量 浩天至人至敏 天降宝书 于人间道场之鸾门 今日补序县世报律例 正为体现浩天 慈憨之人心 唯恐众生弥媚 由职于格式夜报 故斥命鸾门著作宝书 不但列臣案例 以利众生分明月之 由恐众生谨之案例 未明其本 乃在赤次补序 必亦众生月书 先入条理 乃之究竟 宝书由义赤道场领命著作 允为浩天众世之心 尤其主著正鸾 数十年间天书宝伐著作 颁传寿世 工业可见 今再应承重命 当可期待得则谱 被于海内外 更鸿轩 浩天虽行严虑 却具致人之教化 身愿众生有所体悟 月书之计 有过则改 无过则免 若有将及 不论善 恶 息皆替力 以其恶报缩减 福报速显 资于书前述语 是为序 太上老君礼将于 新设一赤拱横堂 释迦牟尼佛将 序 义自上元贾子年 五教共义推举 观圣帝君继任 第十八代玉皇大天尊 视为玄陵高上帝 观皇上长三十六天 下辖七十二帝 以大赤天公之原身 刚正不阿 极恶如仇 因而改革世报之天 律为现世报 于有云 治乱是用重点 浩天虽利行霹雳手段 然则天意本具之人 苍生虽曰弥媚 西皆佛种 更有如圣所云 不叫而诸位之科 因此观皇不但典有赤匹 及敦聘诸圣仙真下凡既是 链门更是应运 蓬勃发展 尤其台江一地 更乃链脉红星之宝地 诸圣仙真以及应运 应结者 多入此江 而为大道之抵柱 更为各宗各迈之贤财 今日贵堂在领命著作补序 现世报律例 完备天律所在之经要 则案例在前 数律在后 众生阅书一目了然 当可大收警示之效 更为名正浩天严律 实则致人悲悯 甚愿众生名而勿之 既执书前 无书论术语 以为序 拿谋释迦牟尼佛 降于台江一赤拱横堂 文昌帝君将 自序 习已栽 无书荣得以应任官皇 所推动天律改为现世报 守住之宝书补序 无虽非参与拟定天律心立者 但拟书行文 视为无知殊荣 蒙受任命 今宝书即将开注 无当能上体浩天霹雳手段 致身人敏之苦心 自将天律更动之际 众生或有不明 或有所疑 甚至对此天律之施报 评断标准 诸此种种尽在书中响列 误使众生打破 身直心事之格施报 由此豁然明了 一者能生警惕 戒慎 二者能消怨对 相对 意应感恩书之助 神人息皆有则 慎愿无与贵堂共勉 以妻则批众生 简述术语 视为忠心所盼 并为序 文昌帝君将于 新设义赤拱横堂 文昌帝君将 前言 自古以来 书之寿事 乃有其不可磨灭之贡献 似如此早用具 笔以记载完成 启笛 增益智慧 启发文明 诸此种种 皆赖于书册之流传 西吕不为助吕是春秋 通令能增 损一字者 赠千金 此乃一字千金之由来 诸葛孔明公出师二表 简而近身而不四 又有三都父一厨 洛阳只贵 再再说明书之于 世人弥足珍贵 今昊天班著补序 现世报律例 由为众生所必要属之 更要千秋万事流传不绝 是为世人阅书之归孽 更为后世所必存 必知之宝书 无为今时众生喜 更为未来众生请命 务必将此宝书详名数列 一则今人阅书一名而知 二则既有所知 既求能得 当必用心珍藏 以滋眼言不灭 是所致判 乃至书前 彼使阅书者能有共鸣 一 现在是末节时期 也是回天的好时机 我们可以好好地修道 不要做坏事 现在都是现世报 所以善报也会急速到来哟 国语有生善书 文昌帝君将 概论 本书之著 既为补序现世律 因而无著书之中 亦将写取案例所述 将其过程 乃至受报之天律 如何平定 更会有举位之结果 仍在过程之势里 说明善恶报业之将至 逼使众生能阅书 不及者 更加用心行善 以将达师承者 替然警醒 幡然向善 使得保书尽收劝话之效 书已开注 众生或有不明 何以案例在先 列律在后 实则由浅而深 可以确切收其红意 尤其众生千百年间 以深植天律 视为格式报 今时天律更改为现世报 意识中 虽然已百余年 但众生仍深植旧律 况且轮回之谜尚未尽除 深愿众生 在本书之著作过程 以弃书成班 行得乐书者 能有所深思 以其不负浩天苦心 以及无畏众生 曝尘之用意 文昌帝君将 何谓阴智 在天律中阴智之叙录 从加倍于功德 乃至于十倍 是其善则师 于人受贿大笑而定 何谓阴智 即乃得贿于人 不欲人之事也 众生行善 行造功德 若熟有所求者 并非有所求不对 而是既以所求 则得会已有相对应 故不列入阴智 然则众生虚知 行善出于至诚 纵然有所求 相对于未尽诚心之行善 仍是倍数之叙录 自古以来 甚多势力以异音智 乃改变命运 无举今时之力 以资众生印证 台江有一王姓大企业家 其人自少困苦 奋发 因而养成勤俭习性 至其和睦之前 仍是如此 以一生勤俭 以不知积累多身之福慧 并且甚愿行善 且不张扬 不欲人知 故得已受 并且安和而逝 众生当知 此人是谁 因此活生生案例 即是说明人知习性 言行 不论小善 小恶 昔皆在监察 录制之中 许多人有心行善 亦有能力行善 但难易置心中虚名之所得 故许多人若有行善 则大肆张扬 唯恐旁人不知其所行善 此类行善当然有功德 只是就一分善行 得一分功德 有人行善 却不愿人知 默默而行 因此累积而成达到音智 则其福报之获得 绝对倍数于其所付出 但是音智要能立即改变命运 则可遇不可求 诸如成全妇女明洁 救人之命等等 昔皆归属大音德 故事人若能遇上此类事件 且以体悟 并要立行 则对他人之德会 向对应于自身改变命向 视为非常巨大之动能 总而言之 人生在世 见义 善 勇为 必定有基成音智之契机 音智就是无违法行善 其功德是对于有违法行善 是好几倍多 其实我们帮助别人也不需要理由 是出自于本性良心很自然 人昌帝君将 重罪增减 佛门华言经有五逆之罪业 乃害父 害母 杀阿罗汉 破僧 出佛身雪 视为五逆 君须永坠暗黑地狱 难得超生 但天律重罪略有不同 为据属重罪 且救虑之重罪 亦有增减 只是其罪之评判 由被重于救虑 天律重罪 既有骂天帝 视亲 损佛 破僧 拜妇女明杰 以及为私心乃杀人 无个别列数于下 骂天帝 只为自身私事 用恶毒语句 以今时礼俗之口头禅 不济入 怨天帝 加上文词不敬 谩骂等等君事 视亲 往昔是杀害父母 金律则重伤父母一事 若数口脚不敬 或无心冲撞 则依监察私神汇报评判 损佛 往昔是列出佛身雪 今已加重毁损佛像 包含诸宗脉神尊一事 破僧 往昔是为佑僧尼不轨 今不但依寻此律 上家诸宗脉修行之人 不但以色诱之外 言语 行为使僧尼 或各家修子退道义事 若为家庭考 则依监察私神汇报而评判 破妇女明杰 往昔戒淫乃为世子争相传颂 淫义为戒 因为破妇人明杰 由其出家尼师及守寡妇道 由为戒慎 今时不但依寻此律 并加重为有以药物及生命胁迫等等军事 以私利而杀人越火 今时不比往昔 古来战乱不止 官府律法不张 但今时闻名智慧之社会 若图自身私利而行此恶念 不但属重罪 并且加重其罪 若其行为诸连广泛 则多增其罪业 并得倍数累计 旧时天律 虽众生有犯此忤逆或天律重罪 但仍多格式报 今在此重罪之间 加重其罪业之平分 一言之 若众生之个人已十分须受报 若在往昔 有可能须二至三件以上 使达十分罪恶 且是格式报 但在今时 加重其罪平分 只要一件今生已达平分满罪 施予承报 甚乎而警惕 免知众生 文昌帝君将 未雨绸缪 因果经云 欲知前是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是果 今生造者是 因果之利论 有其不变原则 即是重瓜得瓜 重斗得斗 因此 在人生过程中 每一造作 均是承受累是所重之因 一言之 亦是未来是 所显现夜报之动能 但是 因果有不变之原则 为过程中 却亦产生众生之怨分 因为其夜报是在未来是 换言之 即是今生造作 不论善恶 绝大部分是未来之报业 或承受过去是 当下不可知之造作 所以在往昔有人行善 却未得福报 有人作恶 却未受恶报 虽曰 为善不昌 必有余秧 为恶不报 乃有余福 虽然西皆在因果之中 但是眼见此一现象 众生不平之名 由然而生 此一为格式报 必须更改为 现世报之一大主因 故众生将必须有 替慎之心 在往昔 善恶不速报 乃存侥幸之心 或者视为未来世之福报而铺路 但是天律既成现世报 众生更应积极未雨绸缪 无举无辅千岁 在现世报案例中所述 6月3日所降 南投是54岁之中年男子 在路口等红灯 却在刹那中应一位数公尺 而其助力之处 随即发生两车相撞 若其在原地必受波及 不死也重伤 此人可得化险为夷 逢凶化吉 吉乃平素行善 不但捐输善财 买归放生 有挽救一妙灵 女子之生命虔诚 乃得天神助幼 度脱此劫 因而众生应之 平素及能力行诸善功德 点点滴滴持续累积 一旦命成面临凶恶 则大幅提升化转之机 此乃天律转变之际 众生更要力行未雨绸缪 以备不时之需 人昌帝君将 福报得失 原和福报似如镜花水月 甚或得之 却难居存 此中关键 当然是在今生造作恶劣 因此遭受削减 扣除 甚至最终一无所得 巧胜先师于106年1月7日所降述案例 除师重头奖 据资有得 却在六年间耗尽奖金 并且落得一贫如洗 在案例中 除了其人不孝之外 有且唆使其女友堕胎 不孝已是大罪 堕胎害命 当然亦是罪孽 因而其所获福报中是成空 自是天律自正 然则世人若能再获得福报之后 能知警惕 急速悔悟前迁 纵然未必立时成为大善之人 只要能够不续恶孽 至少可保此福报之延续 若能知善行德 则可削减前非 以此福报之延续 更可因此再造未来之福禄 免延 故今生得福报 不论是累世之善恶因缘 但却成命相 所以能有福报之人 当应深思 我今何能得此福报 必是累世善德所及 既然累积善德可得福报 相对然 行恶孽亦必招致祸事 一念及此 必可心生警惕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不但要历时悔改前过 更要再接再历 历行善德 使不辜负累世善德 所成今生之福报 再者 人生在世 若有自认终生行善 缘何未获福报 亦不必有怨 虽然现世报律力 已搬行百余年 但是累世因果 并非一笔勾销 仍然在今世当下 似机显成 能够终生行善 表示你一生运程顺遂 虽未得大福报 但种种恶业 已在你奉行众善之间 依律力时消弥化转 乃使你终生顺遂 愿众生细思良 文昌帝君 当下做起 与有云 顺何人也 与何人也 有为者亦弱势 此乃励志明言 但是理论分明 浅显易懂 唯实见者有己人 至于实见者 真能如励志所云 遂其目标 如愿所成 亦属可亦之处 源于往昔天律 是格式报 因而纵然有人 真如此明言所立 终生不屑 奋斗努力 可能继承福报 易于来世使得可期 今天律已为现世报 故此亦明言 当可使有为者 容易实现其意 弱势之所愿 但是前提是 当下立即立志做起 不论将目标 放在任何一种愿景中 所必要之条件 即是福报具足 如何使福报具足 当然即是众善奉行 众生事关周遭亲友 乃至新闻报道 有多少人起大楼 却可在短短数十年间 几楼倒塌 更有许多贫困家庭或个人 陷于饥寒交迫 贫病困顿 不论豪富或者贫困 当下是已形成定向 因此富者无需交涉 盛气灵人 因为福尽 亦将亦无所有 贫困者亦无需游愿 天律现世报 更是翻转人生之一大契机 或有约 已再贫困 三餐不济 如何行善 所谓行善 又岂是有钱人之专利 只要愿意 任何时间 地点 乃弃任何人均可行善 不论言语好话夸人 或举手之劳 扶助老弱等等 西街可以积累无边善福 众生切勿以为善小 无足轻重 须知发自内心真诚行善 则其福得无边无涯 众生熟知简发功登 风吹不灭 两五尊者贵为帝王 其功德不如一般人家 几闻前之不失 再再说明行善之大小 并非由权势及钱财作定论 而是由内心真诚而评判 从此而言 当下富贵人家 一知惜福 莫障才是而为非 乃损福报 贪困之人 则以当下力气行善之心 若能真诚随处行善 则将容易累积福报 而翻转人生 文昌帝君将 奇迹 众生在日常中遇到人力所难抗欲 或在几尽绝望之时 心中所吸济之机会 即是奇迹 因而完全不能 而扭转为可以 是为奇迹 然则云云众生中穷净一生 可曾遇上奇迹 甚至千百万人中 有几人能够有幸得遇奇迹 直是故 此一奇迹之产生 在天律中甚为严苛 且有明定福报之层次 乃属上上之人 并且所欲事故 由要命不该觉 以及并非集结数件 重大因果公案 以及黑其讨报之冤亲等 使得有弃机得能产生奇迹 无前举通力而言 当一众大事故之在结者 此事件之前因 不在此论述 其中有人因有其他事物耽搁 或延迟 乃至改期 因此度脱此结 想必众生多有耳闻 此一有幸脱节者 原因大抵为二 其一 其本非结束中人 因此使其错开此一事件 其二 其为结束中人 但却得上上福报 可得脱节 乃使其错开此一事件 相对然 有人因此脱节 但是亦有人缘 不该在此事件中 但却鬼使神差 使其参与此一事件 此一网入结束中 亦可分为二大因素 其一 其恶业已达失成标准 其二 本是结束共业中人 如此分析 众生约略可以有其概念 但无再做举例 有罹患重症之人 一加即已放弃救治 但却由其他方法或因素 竟使其重症见次改善 或己无复发 延缓若干年后 始发病而亡 相对然 亦有轻病 却遇上拥医 或输误 或延荡等等 乃至亡亡 诸此而论 前者是为其机 后者即是恶业 已达失成标准 但是 在此极端二例之间 尚有一种属于 今生心灶 在因果论中 极有心灶因 无举例而言 有消防救火人员 克尽职守 不顾自身安危 以专业技术 抢救现于活海险境之人 不幸自身殉职 此种势力 极非上述极端二例 乃是今生能勇于奉献 自己专业及生命 视为功德 善德 与体认救人胜于一切 是不再无所列数之举例 相对然 今生心灶因有善 亦有恶 弱恶者机身 当符合失成标准 则其凶恶灾事 亦有可能使自身福报受减除 因此 无奉劝众生 应效法工中 勇于救人之消防人员 切莫恶行于厚利 而自损福报 文昌帝军将 逢凶化吉 于有云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其里安在 源于其人 能在凶险情境得以逢凶化吉 必然在此之前 有颇多善行累积 致此乃有契机化转 或扭转此灾凶 无前举近期中 美国有对夫妻 在疯狂枪击事件中 死伤惨重情境下 其夫当下已身护妻 竟然在如雨之枪弹中 毫发无伤 此及其夫之行为 弃隐之前善行 乃得逢凶化吉 天律今时已改现世报 往昔此一逢凶化吉之福报 必须在累世中 善得至今成熟 使得显现 但今时则可今生所行 甚或当下所行 均可立即显报 故今之天律 财累尽至 一级平素中 点点滴滴之小善 均可以累计 形成一个大善 乃至一个福报 可以化除命观灾结 逢凶化吉 所以众生在平素中 当应见善而为 莫以善小而不为 任何一个善行 均可能是每个众 大福报之关键 再者 同一势力之夫妻 在大难不死之后 熟料未几日 却同身固于 汽车燃烧事件 为何此夫妻 能杜脱枪击事件 却未能安度于生 每几日悬又 身固于意外事件 当然 此积累是夜报所著 其一 今生所行善得 尚未具足消弭二次命观灾结 其二 在杜脱结束之后 不能松懈行善之心 反之 更要力行善得 事已相对然 众生须知福 暴如泉水 终有用尽 枯竭之一日 因而平素行善 绝不间断 即为累积下次 逢凶化吉之动能 慎愿众生细思良 附著 众生月文注意 无所提列 一大善 一福 西皆可以显成 逢凶化吉之动能 一大善 约可由百小善累积而成 一福 则如贵堂大法会之赏律 书立中即是 文昌帝君将 平安吉士福 成颤 既指此时三期末节 大清算 因果夜报 皆种显成 加上天律 改为现世报 莫怪众生常觉日常间运成乖喘 诸多不顺 疑难杂症 缠爱身心 并且功利人心诸般设想 争权夺利等等事端 乃有倍加感叹 人生苦海 然则浩天至证 至此 虽有霹雳手段因应末法 但绝非不仁 虽然严虑失于事 且果报定律难以抹杀 为仍然失与众生 甚多生路之计 无且事举树立而言 如众生恶行达失成标准 立加显报 但是相对应 加大福报之计算标准 如小善之行 以往昔律力 只能积来世之福 但金律已可立即加积累积 并且加以消除素氏因果业报 及今生灾难 再如人能忏悔前千 立即改过向善 此意成忏并改过 心律是以加倍计算 除其前千乃系杀人放火 或贩毒 射枪 射击广泛之外 绝大多数军可因此忏悔改过 而将前千弥补 并且有善即得福报 因而在末法中 众生虽受严虑即果报之苦 但只要能之所成颤并向善 则厚福绝对可期 但是众生或有所疑 眼见世间受苦报者多 但得善福报者少 甚且有人虽非大善 但亦无恶行 却未见得有善福 此乃众生之迷思 总以为善福之报 必要是非黄腾达 大富大贵才是 其实不然 古语有云 平安即是福 此亦平安之定义 少灾 少祸 少病 少痛 身心健康 虽无财富 但不予吃住 可免风寒 可参温饱 一家大小和热 如此非为福报亦 因此 是众生对福报之定义而论 绝非未得福报 再者 既是因果大清算 受速事业债所缠绕 既是以难避免 既如是 在平素善行中 将此善福欲先化 除累夜禅爱 乃得平安顺遂 宗此而言 因果清算 谁也难免 但有者能平安 但有者却磨难不断 此即在平素中能知行善 而攻逢天律 改为现世报 因此立即行善 立即消除夜报 愿众生细思良 立即发心成颤前千 文昌帝君将 切勿有恃无恐 此事在日常中时时可见 无先举一例 为世人解说 近十年前 中部有知名道场之门下 自年轻在服役时 即进入道中行 持且如素清口 烟酒不沾 赌毒不赦 可谓标准青年 道中好人才 即至退役之后 虽为谋生 投入社会 但未改其修道心智 如此之人 却在五十之灵英才早逝 竟亡于肺腺癌之病 此一事件 世人可能心存疑惑 为何如此道中英才 天不假年 至其亡固于肺腺癌 尤其此修子 不焉不久 清口如素 无必要证告世人 此修子命中注定 由此灾结 当然是累世基成之果报 但是 数十年修道不退 难道未能化转命节 答案是 可以 但是此一修子 却有一桩甚为不妥之言行 乃至其数十年修行之福德 未能化转此一命节 原来 其有一道中 昆道女同修 同一道场修办 其甚爱慕而追求 但女同修 其出稍有轻视其无才 无能 此修子 乃为专修般之福意 故诸多不顺 且此女之父 亦大力反对 事情有所延荡数年 此女年事亦大 再见此人一心追求 因此不顾其父反对 终于下架 本以为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此修子却怀恨其父之反对 及其妻之轻视 成为夫妻之后 颇多不妥言行 诸如对岳父不知和言岳色 甚而恶脸相向 对其妻亦有恶言 甚至有出手打妻之轻视 就此一桩 对长辈怀恨不敬 对妻视无异 因而将原本可化转命 劫之福德 完全消除 至其英才早逝 无举此力 乃要正告世人 天律虽以更改现世报 但修行之人 或有行善之人 切勿有恃无恐 切莫以为自身所积善得 必有福报 慢慢人生过程 若有造罪 尤其有肝大逆不道 或重大恶事等 或报会先于福报 世人免之 文昌帝君将 替代 在天律更改为 现世报之际 虽已历经百余多年 然则众生 累世无数轮回之中 所积造之善恶果报 总难亦比抹煞 即是目下众生 仍然背负累世 无数因果报业 住在当下 因此今生种种 仍在累世果报 元熟之际 为始报业 及天律更动 两无冲突 且能周全 乃有替代之律 无事举潜力而言 众生在日常坚定 有耳闻 或者亲身遭遇 如平素上之行善 小过难免 但不敢行造大恶 可是在人生过程 某个时段 却特别暗会 或者灾祸连连 甚至有遭遇横祸 但虽有受磨难 却不致丧命 此极典型替代 律之报业 其人虽非行恶 尚知行善 但却遭遇乖喘 甚至或是 此乃素业所助命成 乃行成命成关节 但因此事之善行 乃可使报业减轻 以受磨苦或会运不顺 替代结束 灾关 再如有人行恶 不知行善 但却名利双收 风光一时 此乃其素是福报 可得今生受福之报业 但人生得福 却借此行恶 不是不报 乃是削减其福报 使其缩短受福报线 当福报在自身之行恶而削减 又以恶行累积 形成现世报 甚多人一夜之间 或是极短时日 会以些微小灾事 而至丧命 即为典型替代律之报业 世人虚甚思良 往昔所谓为善不昌 必有余央 为恶不惑 必有余福 在天律改成现世报之此祭 以大幅降低 甚至以无此一现象 众生免之 文昌帝君将 宅心仁厚 宅心一词 出于书康告云 宅心之训 所谓宅心 即如方寸一词一同 即指人心事也 事意有云 居心事也 存心事也 故乃在勉力 识人必要求学之意 切勿指知其然 却不知其所以然 但后人延伸 亦指为人除必要学之明训之外 仍要心存厚道 必须事事以人善存心 则其言行必使人如沐春风 子有云 巧言令色 显以人 其意乃指 人若外表巧言 已是内心不轨 终究不免行色之间有所不符 因为其人本性 或其本心并无人善厚德之培养 故宅心仁后者 平素其理念 即要以仁德为居存 而使此心掌 有悲悯 此人之念 是看贤者闻天祥常畏 无善养胸中浩然正气 只是故 贤者乃能从容负义 舍此一身 求仁得仁 求义得义 因而欲使 宅心仁后 必要从平素做起 天律更改为现世报 此一宅心仁后 更是获得福报 一大关键之动能 誓言 人在平素日常中 待人处事 以及言语做事 若能本于内心 早已培养之人善 慈悲 则其人不但生命历程中 鲜少作恶 尚且遇事不以自我为核心 处处慈悲 人敏 则不但不造恶 有可日日积善利得 继此天律现世报 则其所积善德 当可急速转换成福德 不但消灾解恶 趋病延年 甚至横祸不生 祥和励志 相对于宅心人后 居心叵测 即乃时时对人不怀好意 时时计算于人 纵然一时得逞 但现世暴律力诸天监察 或患当至 慎愿世人仔细言阅 得书立有作为 从宅心中培养人后之念 久而言行处事 必得善福无边 文昌帝君将 转命向 俗艳有云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幼云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此即为感应偏所云 或福无门 为人自照 世间众生虽然是以一己之力渺小 无可抗衡命运之既定 但是日常坚心思 言行乃至善恶等等 皆是可以自主不受左右 事故在此日常中所造作点点滴滴 西街可以汇聚成一股浩瀚能量 加以引导最终之归宿 在近世中 有许多重大伤亡事件 以及众生时有所闻 危急中 却乍得升天逃脱一劫 或相对应 原本可以不在此结束中 却鬼使神差投入此一死劫事件中 世人见此情境 得性逃脱此劫或躲过此劫 安然无恙之人 周遭亲友乃至陌生人闻惜 最多也是一生赞叹 天公眷顾而已 不幸罹难者也是悲悯惋惜 或者愤慨谴谴责肇事者 但是事件中人 不论是有幸躲劫 或不幸罹难之人 当是有其重大贡业存在 无不述论贡业 单只针对有幸得生 即原不该在此事件中之原委细数 彼使众生之所遵循 其一 得出生天之人 有一位唯一 虽然救人治病是天职 但是却以其人甚聚人心 不但耐心诊疗 尚且事事细心 深恐自己稍有疏忽 疑患病者 另一位道也无甚显赫事迹 但是其人甚为爱护动物 平素兼凡见据生命者 不但不忍杀害 有且细心呵护 另有一位 只因曾在无心中行为 却救人一命 上述三例 即乃使其人 可以在原本离结之命象中 却在事件之时鬼使神差 使其错过事件 而得升天 相对于原本不该在结束之人 却因以达消福寿 勾生命之暴音 而鬼使神差 或填补此一事件而罹难 无意详述其恶行 其中一位常行诈骗 或仗是自身聪明 熟人法律等等 因而侵占他人财物或利益 积身恶业 以达失诚标准 另一位 则是不知善孝父母 自身赚钱自己花 连父母病痛都难舍分毫 以尽孝道 因此积罪难回 故意列入结束事件 以失诚报 从此而言 在人生过程中 许多事件并非众生可以窥见 甚至无力可抗衡或扭转 但是人作天查 众生若能时刻警惕 众善奉行 诸恶不作 必定有诸天监察 自身无力抗衡 诸天却能一律为你扭转命向 尤其往西是格式报 此季却是现世报 凡在此事之善恶 未必到终了财报 时时刻刻之间 细皆了阴夜 咸果报之时 众生免之 文昌帝君将 命向注定之一线生机 末法时期因果大清算 加上天律更改为现世报 于是乎 累世因果业缘皆种显成 有有数十世报业 远可分成数次轮回而了结 但在此季 却非常有可能数世报业 集结于当下清算了结 乃至众生感觉雪上加霜 人生本苦海 如今却似投入炼狱 磨难不断 众生当时有耳闻 甚至周遭亲友之中 亦或有之 如台江颇具声望 事业颇具规模 已达世界及企业老板之地 顽固于重症之下 虽然其兄甚具手足情义 财力亦无余 但却无力回天 仍难挽救其地 此一事例说明命相注定 财力如何雄厚 仍然无以抗预 当然其中即是命相既已注定 因果集结形成之命成 人力时有难以抗预 墓下人世中不乏重症病者 纵然家中尚具财力 但是散尽家财 甚多仍然无以回天 黄论家中仅属小康或贫困者 不但自身受尽脱膜 仍要累及家眷一同受苦 诸如此类事件之多 想必众生贤皆有所听闻 然则上天真是如此不仁 横加众生苦难呼 先不论自身之因果清算 既执天律更改 却也令众生报业如咒语显现 故上天亦有展开一线生机 唯关键在众生是否能之而行之 又肯见行否 试看转变命运之宗教宝书 以弃房间立志从书等等 西皆有所阐述 唯无在今篇所论述重点 不再琢磨于老生常谈之话语 但却要简明恶要点出 上天之一线生机之所在 因果既造于速逝之无之 显报于当下之际之 所以众生在面对重病 因果集结所著成之命象 必定要敞开心胸 切勿怨天尤人 不论今世是否行大善大德 或平凡庸禄 一旦面临此凶恶 切要放开胸怀 由怨不但无益 反昭恶业 放开反可照感善业 增益生机 其次 切勿自弃于自身罹患重病 若上有行动余力者 则尽量参与宗脉道场 有皈依者 以及社会公益活动 再次 若经济力量许可 以及医病所需之 钱财上有余裕之时 则可参与宗教及公益活动 其后最关键之处 可以成敬敬身 多礼佛胜 并在当下成敬 忏悔往事所恶 及今世之过 无所列四项 并非大善大德 但却是成敬之践行 因而有四个神奇 当家一一录智慧报 一者 削米报业 做多少 削多少 二者 断恶 感召善福 三者最关键 一线是报律力 成颤前千 且不再造心恶 凡一小善加倍计 横持不错 可以数倍 数十 甚至数百 数千计 因而 削素业 增心福 则命向之注定 在此化转之际大为提升 甚愿众生免之 文昌帝君 福报层次 所谓福之定义 世人各有不同 有者可以接受平安及世福 有者必要事业有成 家有交期 良绪 金银财宝满盈 诸此种种 端看个人心态与认知 众生各有所欲 但上天自有既定评判标准 因而既此现世报律力之施行 乃有必要庶名 以起众生 我人当下乃是了结素是阴夜 并启动未来归宿之中计战 因而当下承受报业 自然难免运程起落 乃至生老病苦诸般考模 但是亦有累是善福 而恭逢此祭上天大开普渡之门 亲近道场了之教法 进而修行等等 乃构成人生所要面对之际遇 有人庸禄平凡 但却家庭合约 少有病灾 或是 有人事业有成 但却家庭不圆满融洽 且风波不断 总而言之 事少实权 人多欲望 因此身在福中不知福 无简言之 今时现世报律力 虽以众生个人评速点滴 积累之力得 行善等加以评断 施与福报 然则在福报等级中 仍需分判孰先孰后 因此列明于后 首先 可得知福报必先消除病灾 意外灾害 乃至重大或是 当然绝非全免 有者是以小病 小灾害 乃至小雪光 灾星以滋替代 此一最基本福报 只要众生能知 众善奉行 诸恶不为 即以具备可得 再进阶则是财福 人生在世 钱非万能 但没钱 则万万不能 因而有舍使有德 欲求财福 当要先舍自身既有之财 所谓善财难舍 亦及自己平素辛苦 所赚钱之钱财 能甘心舍出做公益行善 则既舍之 上天必回报之有德 但绝非要你吃不饱 穿不暖油要舍财 所谓舍财 亦指自身无负担中 有所余裕之行善 最大之福报 即是家庭圆满 事业有成 身体健康 乃至日日平安 此祭台江一地 有甚多大企业家 正是如此 众生是否认同 欲得此福报 当然必须积累行善 可则于甚多群众之善得 使得真此大福报 为众生自私良 人心不足舌吞向 得小福报 习记大福报 乃至沦为欲望之求福 甚愿众生能有健康之心理认知 文昌帝君将 概念 素字观黄般赤天律 改为现世报 其中所必须更动 如因果律例之中 诸如 前世种种今生受者事 今生种种来世事 甚至诸天寻见私神 人间神私谢礼 乃至名私审断 发赤转伦等等 可谓凡如还宇星辰 甚于诸网纠结 因而三槽必要有如抽丝 剥茧般条理 加以会整 建构直接沟通管道 因此 南天各司即是总理此一大事之首要行政单位 譬如南天监察私神 乃至日夜巡游 以弃人间各庙堂道场神私之汇报 极致达到增福增寿 消福消寿 乃家已通报名思各殿严均 据此审断亡灵即将转轮者 福寿如何 果报如何 富贵贫贱又是如何 当然在早先已投生于人事者 富著 虽然天律改为现世报已百多年 但是并非及时立得生效 正如吴开章名义所云 其牵连之广 以诸丝纠结仍仅万分之一而已 但虽有缓冲期 生在人事仍适用于现世报 指当下造作之善 恶业当是以现世报为准 至于因果讨报 则由明思严君先聚其累世善 恶业平段转轮 在人生历程当中 在预留现世报之缓冲期 总之 天律更改 乃千一发而动全身 并且是好聚且繁荣之事 尤其事关每一位生灵之福 更要聚信米仪加以会整 务必无网无纵 不能疏漏 是已故 本书即有此重则大命 无乃要加以细数众生之报相 以示众生之仪 并米众生之不平 文昌帝君将 命机 俗艳有云 命理有时终须有 命理无时莫强求 此语对焰 错焰 其实古来因有许多不如仁义之事 因此有此话语 亦在勉力识人 无需强求自身能力不及之事物 所以此话识不错 唯天律如以现世报替代 于往昔之隔世报 此话极有商榷之处 我人在十殿头世转轮之际 则此生之富贵贫穷 人际因缘 乃至灾结 或是等等 西街铸成命盘 即为所谓命机事也 事举例而言 有人铸成五十岁横死 则其一切因缘 即在五十岁即已终止 设若其人活过五十岁 那么命机所无之一切因缘 又将如何 相对然 有人可以活到八十岁 但却在五十岁即往往 那么所欲三十年之一切因缘 又将如何了结 此即今夜之主题 我人生而命机驻成 绝大多数会依循 此一命盘而立其程序 此意有谚语 命理无时 莫强求之所由来 今天律记已更改为现世报 当然即会真此而有配套措施 简而言之 在我人助生之际 即有三种命盘 其一 依转轮之注定 一丝不苟走完全程 其二 有妖者往往 乃至变生不测之际 则有减除因缘成熟之际 其三 则以延长寿缘所必须要 增生之因缘 所以说我人之命机 会因应现世报律力 而有增 减其缘机 故时代变迁法一千之际 命理有时终须有 命理无时莫强求 已是往昔之明训 但不适用于此计之天律 因果讨报有五色旗 此为观音菩萨 驻因果书所明示 而我人命成之劫恶 更可分成三大类 其一 死劫 此劫是人 一切有情众生 惜皆难免 极难免 必有一次 不过都在最后一关 其二 命观灾劫 此关上非死劫 但却也有致死之余 端是你如何脱节 其三 教蜀普遍适用于 我人日常运势 如雪光 灾祸等意外事故 此教不易致死 除非以恶贯满盈 对应此三大类 亦有三项可以化转 其一 因至 此为大善德 有意因至可化一死结 其二 命观灾劫 只要能力行三不失之功德 大都可以化转 纵然未必绝对可以消除 但绝对可免成致死之端 其三 只要众善奉行 即可点滴 积善成德 化灾星 解祸事 如此运势 可望转趋平顺 再者 人生在世 钱非万能 但没钱 却万万不能 因此是富贵或贫贱 此乃个人福运之攸关 正如无前述所云命 机已著成 富贵者之败破 则其人必有大恶 虽非表面众人能知 但有思寻见 当其恶行达到标准 即有命盘改变之因缘 至其破败 而一般小康或贫困之人 欲求得福运 少灾星或事 最简易即是三不失 无对三不失有心解 不一定要出钱 在宗教道场上 只要你行而有余 出于制成 一块钱功德大如天 若真无钱 可以出力 依然不限于一切宗教道场 只要任何公益息皆可行 若再不能出力 也无钱 可以做法师 不是讲道说经 献广长舌之法师 只要你任何一句话都是好话 不要尖酸刻薄 也是法师 因为可以感召周遭人等 所以三师可以奉行 必定可以化转命机 使你此生在三种命盘中 是最顺遂的一种 人昌帝君 转机 既曰 为先助生 即先助死 则其命中所助富贵 贫穷 甚或落魄 困顿等等命成 当在此生暗部就班而完成 然则命成之既定 则在善恶达其标准 可得化转之契机 自是人生之转机 在预述此律例标准之前 无先举一实例 以作说明 在彰化地区有一商股 为足50岁已有颇具规模 之公司营运 而其起家之行业 乃从夜市摆摊 做玩具物品等拍卖 逐渐自己飞往各国 大批订货回台 而从事出货于夜市玩具摊商 为何此人可以如此一路顺遂 而达到成家立业 原因无他 只因他在年轻时 在夜市中拍卖物品 收摊之时 呼见一位年约50岁之妇人 携带一位五六岁小孩 正在附近慌张寻找物品 神态很急切 由不顾小女孩哭哭啼啼 因而好奇而询问之下 使之此妇因一时好奇 驻足观看叫卖一会儿 熟料身上六千多元 却遗失在此 因为此笔前需要为老夫看病之用 乃系回娘家向兄弟所借 今日遗失 生恐无法为夫治病 此伤人动了侧隐之心 不仁老妇及智灵女孩半夜未归 因而将当日所赚进五千元 全数赠予 此妇乃破涕为孝 千恩万谢离去 伤人亦不以为意 仍然勤奋从事贪商叫卖 但是此举 已得有私监察汇报 按其善行 仅将其当日所赚进五千元 按律例 是其当日连本代曆全部赠予 是已故增生福报 时至今日 年未及五十岁身家以上亿 众生当可思量 五千元与一亿元 是多少倍之福报 今天律计改现世报 故有此事例中 当可归纳出 其一 仅行善出自真心 其二 不忍见微不救 其三 行善不忘回报 因而在无心中 其一善念 不论此一善行之结果如何 有私监察自有明定 所依之律例而行 则其回报 自然是数百倍 乃至数万倍 全凭你当下起心动念之善行 富著 欲明此律例 更要说明 此商人姓林 其命成原本是应 著成雍鹿之夜市小贩而已 但却以此制成之小善 救助老富而扭转其人生福报 致此成为大公司老板 愿众生免之 文昌帝君将 转机之二 起福 人生在世起起落落 有者历经风险平安归来 有者历经病结 生生死死 有者一夜致富 却不数年间又复归贫困潦倒 若再往昔 可以说命成注定虚经如此风浪 亦可谓个人福报 路报深浅不同 然则今时天律 已是现世报 则此大风大浪之起伏 必有其所招致之善 恶业已达标准 而形成人生历程之大风浪 吴仙举一例为说明 约在25年前 大道中有位讲师信和 在当兵时期出过车祸脑部开刀 因抢救之故 开脑手术总计三次 最后有幸抢救回升有数 历经年于休养 也有近八成之复原 此后更努力修办大道 卫足三十岁 已晋升道中讲师 并且与中部鸾塘结缘 互持鸾雾三年 期期不间断 因而脑部创伤 不但未曾复发 尤且娶妻生子 创立事业 但就因此退了道心 单迷繁俗情业 因而在不足五十岁之年 刻然而逝 为何此一道子人生 如此惊涛骇浪又复传奇 首先 车劫自然是其命柱之关节 差性不是死劫 当然更因 他在求学期间已求道 因而虽逢命关灾结 总性救回一命 赴次 鬼门关外走一回 得回宝贵生命之后 更是努力修办大道之外 尤能护持鸾门道物 仅就三年绝无间断 北部至中部 每星期二往返 三年间积累无数福德 因而成就成家立业 取妻生子 创业有成之福报 总此而言 众生当之 既得福报 当思慰和有此福报 应该持续而行 自然可以支撑 今生福报之延续 若诈然而断 则其支撑不在 则变生不测 即是现世报之律例 文昌帝君将 成人之美 婚缘 既执今日欧风美与东建 加上经济好转等因素 时下年轻男女已不若往昔 普遍试婚年龄约略延晚五年 甚至有者抱持不婚 宁愿独身享乐 美其名曰单身贵族 但是此仅为表面现象而已 实则此计之人 男不忠 女不真 以无往昔之道德观 美其名曰恋爱自由 只要恋情 不要家庭 以此观念 乃打破往昔之婚姻姻缘 是看一夜情 只要同居 不要结婚之男女 比比皆是 乃至同性等 已是幕下人世间 可以公开谈论 以非禁忌话题 直事故 婚缘受此紊乱之恋情冲击 于是因果定论受到莫大干爱 所以天律更改为现世报 正是真编此一末法混乱现象 众生是看周遭 有者游戏于爱情丛林中 但是有人却心急于婚姻不成 到处求神问补 悉即婚缘早成 所以 无必要将此婚缘之过与不及 详佳列数 台湾有聚俗艳 千诸高 免孤单 一级一生之中 必要有帮人作媒 成就他人好事 以为自己下辈子 积造好姻缘 以正式词汇而言 即是成人之美 我人人生过程中 必有遭遇许多亲友之感情 家庭等波折 甚至风暴 如果能够尽己之力 以及知识 甚或苦心 劳力等等 挽回此一事件 则属成人之美 对于自身姻缘之 直身或促显 有绝对之助力 反之 若是仗势自身才是 或外貌等因素 一旦有机会 遇上正处纷争之男女 不论已婚或仅情侣关系 动辄见烈心喜 承虚而入 则此等恶行 必然促使自身意斩断婚缘 不论是已婚或未婚 在现世暴律力下 必然如此 绝无例外 纵然其累世善福身后 一旦有此行为 力斩其善福 轻则婚缘受败 众则亦将回报此一恶行 而无善福因缘 唯若此生已铸成缘宝 其婚姻对象无因缘显成 亦即铸成此生男友婚缘 则将如何求取因缘 除前述成人之美之善得外 古来至今天律不变 即不败寡妇真结 以及僧尼真结 不行使乱中弃处子 女之身 古律如此 现世报仍是且有加倍之效益 若求援者 能有机会遇上此等事迹 切记切记 必要节制 不可贪承一时欲望 此一律例 善者若今生用不上 只要仍在轮回中 昔皆可用 而犯之者 当事即报 富著 古有柳下会坐怀不乱 虽然此事确然否 使家有争议 足可点醒众生 必要有不行银邪之色 当有后福 故众生处于 墓下道德沦丧 畅言 只要我喜欢 没什么不可以 必要谨慎 文昌帝君将 慈心护生 求子求寿 古来夫妻未得子嗣 在老辈人观念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因此到处求一问补 导寇神前 只为传宗接代 往昔为人子女 若欲为父母尊亲 求颜寿源 多在午夜至香坛 导寇于天 甚至甘于折己之寿 天言父母寿源 当然 此乃一般人家而言 若属较为富裕或豪商 乡绅等家门 即会以大量钱财买物放生 以求子嗣 以及求颜父母天寿 其里安在 源于放生得生 颜寿之命 放生灵于生天 则可为自身天职自命 或为父母尊亲得颜寿算 然则时运变迁 法一迁 往昔放生善举 源于往昔民生 较为贫困 由能舍财买物放生 尤其此生物上能识传 故曰善举 但今人以生物链 恐将外来物种迫害此区生态 因此执意认定放生并非善举 虽然两派主张各拥甚多支持者 但此争论不休 总非天律寓意偏袒之处 故今天律改为现世报 虽不再以放生为主轴 但求子 求兽 仍是有律可循 此心互生即是也 何谓慈心 如有云 君子远刨除 及乃闻其生也哀 不忍食其肉之慈心是也 故衍身于日常中 见有命之物 不舍将之杀害 视为仁慈 见老幼如蚕等 家以助力 视为慈心 今人以甚发扬往昔之慈人 及今人所畅言之原著非洲贫同 则为人积己积之人心是也 故常存慈人之心 只要每一起心动念 有思及家登注 虽曰小小善念 但滴水穿时 积聚时日祭久 则其慈心互生之福德 当可注意于求子或言寿 既然可以求子及言寿 所衍生之因果 则将更行繁荣 誓言 若人本著无子 但因此得子之往后历程 有由无至有 乃至受尽已了因缘 却又生存于世之因缘 将如何形成 此即天律庚改为现世报后 会有缓冲期 亦为天律现世报之后 冥思转伦之际 会有审酌因缘 但弹性可得地补之空间 因此果报 或有较密集显成之余 总之 众生身私粮 若欲求子 求兽 当由平常起心动念之 慈心互生做起 文昌帝君将 改变命运之一 病结 人吃无骨杂粮 身体病痛自然难免 加以食人之饮食习惯 诸如油炸等 况且上有空气等 大环境因素之影响及伤害 由职一提 食人立之当头 媚却良心所造作行为 诸如食物 以气居住环境等等 吸接伤害人体 一言之 此身在此环境中生存 不论饮食之间 有体内所积累之毒素 以气外在环境之伤害 因而世纪黑死病 一波接一波 而且愈演愈烈 虽然科学昌明 致力于医药研发 是有助于人类趋病延年 但前提是 你要有钱 所以病而成结 即是改变一个人 一生之绝大动力 誓言 若有人一生久病缠身 要是不离 则其人生之苦魔 当亦非当世人 可以体会 尤其病入膏肓 但却又不立即致命 久卧病塌 则床前无孝子 其身心之凄凉当可想象 我人既生于此事 当然亦在此循环之情境之内 所以如何避免形成病灾 而成病结 当是改变人生 最为迫切之问题 今天律计已更改为现实律 无乃真此详述 彼使众生之所遵循 最浅显之事理此身若欲少病 当要强身 要强身 必要运动 因此时下 甚多人都知要有健康之运动 如践行 爬山等等皆是 可是许多人疏忽一个关键之观念 在爬山践行运动中 随手丢弃瓶罐及塑胶带等 如此一个小动作 自身便利 但却疑患于所住居之环境 因而累积小小过错 甚或无心随手而弃 但时日忌久 却积成大罪 纵然健身有成 好似身体甚为健康 但却会因此造罪 形成病结 由脏气之败坏 其对人身及生命之威胁 更胜于手脚外部之看似健康 反之 若在运动间不但谨守不犯此过 进而可以随手减食他人气物 如此不但增加运动量 更可以积累福德 小小一扇 日积月累 却能形成化除病结之福德 无奈以此时人之弊病 符合现世报之律例 加以详述 愿众生延未而醒 终必注意自身 复诸 众生切勿以为善小 为天律 既是改为现世报 则小善在日日积累中 由其诸寻见思神时时刻刻 比比小善分明录制 则其所能改变之动能 强于自身所必须面对之病灾 尤其在时时行善之中 当能更有抗欲形成因缘 所牵引之病结 文昌帝君将 改变命运之二 人际关系 人生在世 最难妥善处理者及人际关系 不论亲子 夫妻 婆媳 乃至朋友 同侪 同学等等 对于个人影响绝对深远 甚且有可能完全将人生完全改变 不论是好 是坏 人自出生之际 由父母爱心呵护 可为人生历程中最幸福之时日 集长入校 就开始面对师长及同学之人际关系 虽然是智灵求学时期 但此季之人际关系 许多攸关于其未来好坏 善恶之关键时刻 众生想必多有耳闻 智灵学子在校受到师长不当管教 乃衍生其心性偏颇 乃至同学之霸凌 致其心性有所恐惧忧郁等等 更甚者 受到有如禽兽之侵害 导致毁其一生 故在智灵时期之人际关系 实为一个人未来人生重要时刻 当然一个人在智灵中 人际关系之好 坏并非由其当下造恶 而是累世因缘今生成熟 所必须面对之今生波折 但是天律既已改为现世暴 当有可以改变今生暴象之良方 否则天律岂非重暴迅恶之私 而无行善庇护之福责 然而智子除了少数颇具人心善慧根气之外 绝大多数懵懵懂懂 不知所谓善恶 因而只能依靠父母亲长之教导 使能改变 或者延续其良好人际关系 与人生起步之时 现世报律例 有鉴于人际关系 对个人命运及往后人生历程之重要 因而明定改善人际关系 唯一途径广结善缘 当然不是一见即可完全改变 但是明定采父记 即是一见一善 但二见四善 三见六善 如此类推 十善尽一德 可改变一见人际因缘 以此类推 然则智子不知 亦不会何谓广结善缘 因此端赖父母尊长之教导 最简明方法 即是助人 当然智子不明好坏 善恶 并非放之于外而去行助人 而是必要教导明白在校 或在亲长可见之处能助人 应尽己之力而助人 并非使其随意接触陌生人 而导致有危险之余 智子自幼即得受如此熏陶 即长半踏入社会 或全面进入社会 自然完全明白广结善缘 对其所要面对之社会 乃弃人生 是有如何重要 则其人生当受益甚深 文昌帝君将 改变命运之三 贫穷与富裕 往昔有云 大富有天 小富有勤俭 又云 富贵在天 总此而言 点出宿命之富贵 贫贱 乃至穷途末路 或是柳暗花名 又一村 绝处逢生有契机 西街命运所注定 然则往昔天律 是格式暴 因而众生之命运 可谓是被动式 由天律英国所主宰 今即已更改天律为现世暴 则众生之命运 亦可谓形成主动式 掌握在自身积极作为中 唯无意必须强调出 由贫贱穷困者 欲求翻身改变命运 绝对比由富贵者 转成贫贱穷困者 要更付出许多倍数之努力 理由很简单 今生之所有 乃累世之暴业 不论贫 富皆是 因而欲有五而生有 其困难 诸如因缘 贵人 善缘积运等等 西皆需有绝大动力 加以转换 由有而无 则轻而易举 只要一件事 诸如官非 赌赌 凶恶 即可改变 事已故 事之富贵富裕者 必要谨慎小心 切勿以为 自家金山银矿 这辈子花不完 不至短期中全然改变 事看举世中 短短时程内 甚或一息之间全然改观 多有所闻 至于贫困者欲求翻身 依今现世暴律力而言 首先行孝 只要人能善孝父母尊长 最久十年可以改变命运 其次救人之命 只要有机会救人 则不出五年 即可渐渐改变 其三 不论行功 行善 不以虚名为主 亦即为善不欲人之 只要累积百善 形成亦因得 即可在五年内 渐渐改善 若无以上情形 亦非难已改变 只要为人人善慈悲 公益而行 处处宽厚待人 处事不以陷害别人 而利益自己 有私监察必定叙路 一旦达到 可以转换命程之标准 则必加显现 以利尽速改变命运 当然期间 因富贵 贫贱等等 人生必要面对之善 恶因缘 在天律改为现世暴后 则有宽容延后显现 以利善行者自心之机 所以非常重要的关键 有幸改变命运者 切勿以此自满 更要加倍行善 因为你的报业是往后言 并非一笔勾销 文昌帝君将 改变命运之四 定业可化转否 在因果论中 所谓定业 即是今生铸成 必定发生之业报 所以 往昔有在劫难逃之语 一级命程中铸有之定业 在今生必然需要承受 但是天律即以更改为现世暴 则如雪上加霜 不但累是果报 必须承受 今生新阴又快速捷报 是否苍天不仁 无敏数众生之德 非也天无绝人之路 累是所造阴业今生受报 是为众瓜得瓜 不便不疑 为在今生报业之中 又显成现世报 因此 定业在往昔因果论 是绝无可避 但此即现世报之律例般行中 定业是可转化 但是定业之著成 乃为阎罗天子依天律寿行之名律中 是以绝对中业 始著成定业 因而定业虽可改变转化 但并非一笔勾销 而是有分清 众渐进化转 其一定业仅足化转四分之一 即以十分计算 则化除二分点五 仍然必须面对与承受 此一项目在贵堂领命济世时 多依观音菩萨所著述之因果系列宝书中 多有序名 一级人间道场有应成天命疏离者 多能一个主神权职而办理 若众生未有亲近道场者 欲化此关节定业 至少必须以行慈善公义十件以上 其二 可化转三成定业 去除十分之三 几乎可以转化 无命观之余 此在道场中 亦多有可以办理之全职 若为亲近道场者欲求化解 则必须行造十五件慈善公义史具足 其三 化解十分之四 一级定业仅于六成伤爱破坏力 此在一般道场无以承办 必须浩天般赤绿利寿行于主神 十有之全职 若一般为亲近道场者 必须行造二十件慈善公义 其四 化解定业之半 此定业若去其半 则仅属一般灾害 是已故 人间神思无权可办 均必须上乘有私定夺 其五 定业化转为无 此项有先决条件 即是要在定业上 为原属显报之前 因为定业一旦原属显报 必须其因缘动能完全发露 使能结束 故必须注销于未显现之前 如此重业 为亲近道场者欲求化转 唯一只有救人命 或者救无数生灵之命 始足化转 无列数降明 是要众生之息 往昔定业不可逆 今时定业虽然仍需面对 却已可以因自身 努力行善而减除 或化转众业成为轻业 因为众生要自省 今生定业 是你累世中 加诸于人之甚深怨力 集结而成 文昌帝君将 改变命运之武 极善极恶之福或巨变 众生日常中 当有耳闻或眼见 及社会新闻之传播 有甚孝行且年轻之人 遭逢横祸而亡死 或年轻有为之人 却因天灾人祸而亡亡 诸此种种 是其英年早逝之命相 或为英国讨报所致 或者有为人不知 乃遭逢夜报 但是 今生非但无恶 尚且善效 遭此横祸 岂非一招众生诟病 为之天道不公 何况天律更改为现世报 但眼见英年早逝之人 不但非属恶人 尚且公义善效 众生眼见如此 天理何在 因此必要说明如此现象 已是众生之一 在果报之中有一项 是未兵解 源于往昔道家修士多属 先修术法 在下山行道 但是有者 却在未及行道之前 却以具足道行 是可搬斥正果 但是累世业源 在今生中却已著成 因此在某一日 借天灾如雷劈 或人祸 刀兵伤身 以此一身尽了前夜 再搬正果 此虽为往昔道家修士 甚多潜力 但今天律更改为现世报 因而援引此力 律 使现世报律力 更真完善 如无前述之举例 善效公义之人 却遭横死 有可能其累世业源慎重 若今生持续显报 则人生必将坎坷 如此一来 众生更将疑惑 余为善不昌 因而将累业集结成结 尽了前夜 再续今生之善德 亦有者 今生虽甚人善 但却有些不经意之偏差 乃至隐熟业源 形成灾结 此极可能不必致命 但却一朝够病 因此后续能不由怨 且能持至行善者 后福必显 再举今生前办事恶行 但却能幡然悔悟 因此能得后半世之平静 及善中 众生当一时有所闻 此类迷途之反者 适用现世报当无一意 可是关键在 其半生之前之行恶 所损害之无辜 又将如何 大致上可分为二层面 其一所造恶行 非穷凶及恶者 此一因而未受现世报 在后半生之善行 可以弥补前夜 当然并非直接回馈 往昔受害者 乃是间接回馈 以及其善之福德 按比例拨补之前受害者 其二若恶行较重大 而其累是福德较大 正处于往昔因果律 及现世报律之临界点 因此可幸脱节难 并且当下即弃恶向善 但是众业果报 却非一笔勾销 必要加倍行善 否则将难以尽销 前半事之恶 与云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此乃上天 加勉立志弃恶向善之人 可是之前屠刀之下 网网之魂 仍需补救 甚愿众生名呼此理 得天之幸 当一之所回报 文昌帝君将 改变命运之总论 孝道 无以改变命运为题 一系列阐述 当前世道教义 遭逢之事件 逐条降列 但仅属沧海一宿 未尽其权 但仍可有此略见其详 今将此一提向 作义总结 以想众生 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 不但仅为雪原之故 尚有补玉取劳之恩责 众生当之丫能反补 扬之贵辱 因此身为万物之灵 焉能不知孝道 既执天律更改现世报 往昔以慎重视之孝道 今时焉能轻忽 故天律不但加重不孝之法 相对于能之孝道者 亦必加重其福报 故而在现世报律力中 最关键之改变动能 将是孝道 一言之 若命成不好 福禄薄济 甚或在人际处世 乃至运程之坎坷 若要得受现世报律力之恩责 欲求改变命运 唯有孝道意图而已 孝道 往昔著述甚多 众生亦必耳熟能详 无不作赘述 但要列述三大项 及其改变命运之动能 大孝 古有云 大孝禁于身后 一级善孝父母 并非仅止父母在世而已 慕连尊者救母 即为大孝之典范 但此一大孝又非人人力可所及 今时莫法书胜法门之宝调 拔度父母灵修 虽属禁于身后 可列大孝 但因属上天慈悲 众生善才 恳舍即能半道 固有善孝之名 但仍不足以完全改变命运 仅为辅助动能而已 源于工商社会人心思力 因此亲如父母 有且甚多相隔两地 因此今之大孝 一直在尽可能范围之内 一直不致使自身陷入困顿 危待情境 而例行即是 譬如父母有样 出钱出力 和言悦色 不要久病床前无孝子 即可因长期行建 积累孝心 而成大孝之行 中孝 所谓身体发肤兽之父母 不敢回损 此乃心中有孝 不敢回损父母所赐之身 在此范围之内 均属中孝 若持久行建 基此孝道 则对自身清除并解苦难 转变之动能具足 小孝 小孝 所谓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此乃生恐父母担忧 几率成疾之孝心 虽为小孝 但能奉行不备 必能积得福报 消灾远获 实直浩天 此敏 却又雷霆言律 欲以消除格式暴为善不昌 为恶不惑之诟病 因而搬行献世暴 继此雷霆万君之下 唯一必封港 孝道 申愿众生甚思良 文昌帝君将 智诚之动能 所谓智诚者也 乃细发自内心 不由他人所劝诱 而心甘情愿行见之事 众生祭此末法时期 蝶寿因果讨报 或者祭此上天大开普渡之门 各大政教广布福音教法 乃得随处应援亲近道场 是已故 随处可见众生一入寺庙 上香顶礼佛圣之后 即是常跪佛圣坛前 口中喃喃自语 兼或置脚寇导 此一现象 可谓台江一地特殊现象 有者可以如愿 便欢天喜地感恩而谢 但亦有甚多难以如愿 因而心怀愤恨 纵然不致破口大骂 但却心结不适 虽曰众生迷昧 情有可原 欲求导之事 虽非渐渐切身 利害攸关 但绝大多数认为所求之事 自为大事 如今天律改为 现世暴律例 无更要阐明导寇 佛圣祈求如愿 必要发自制成 其原因有三 其一 制成者 心念专注 不受外物影响 包括由他人启示或劝诱 发心再成 一念可破时空业障 直达 弃 佛圣本愿 其二 制成于心 不宜买 如捐献功德费 卖 所祈求之事 须知 往昔贫女 公佛灯 无钱买游 一念制成 简发贩售 所得钱财买游 公佛 大风起 千灯巨息 为其一展长明 此乃至成之动能 其三 求导佛圣若 并除一切杂念 量力于自身经济情境 切勿借贷而行 善造功德 此为自身能力所及 而能进程而行 所求之事 在诸神剑纳中 十之期 八可得如愿 就此来龙去脉 所关键之动能 来自个人心中一念制成 如此形成一股纯净动能 则轻易可契入 佛圣本心 所求如愿 当可大幅提升 无所列数三项 当可见自发制成之动能 何其浩大 切勿以买卖之心态 因为如此绝无制成之心 切勿借贷 因为挖东墙补西墙 压力过大 失去制成之心 无在下意结论 制成之心不分大小 无需挂意于 自己所行善功德甚小 难以如愿 只要众生长存 制成之人善 举手投足以助他人 或量力行善功德 即此天律现世报 诸丝审见分明 一念制成之小善 足底有心求导之大功德 此为上天因应 现世报律力之异动 致使众生叠受果报 乃加以提升此一律力 以消弥众生受此苦业 慎愿诸仲能明此理 而将至成之念 长存方寸 彼以随处 随缘可行 文昌帝君将 贪之成 众生在日常中 当有许多见闻 源于一念之贪 导致原本上 称小康情境 而产生巨变 诸如负债 官司缠送 甚至欺离子散 家庭破败等等情形 自古以来 贤者西街 劝人借贪 源于贪念若起 欲望永无止尽 直如猛兽 血口是人于措手不及 直至今日 天律庚改为 现世报律力 则贪婪之心若起 并时至有所作为 则其照感必速 纵非电光时火 但已飞往西阁事报 今生必将因此一贪行 而招致律报 无略数一案例 以招窘戒 在七十年前有位 刘日学成归国之人 源于刘日背景 在当时日剧时代 可谓甚为左右逢源 因此取得特许行业 故事业宏图大展 却因单迷财富 乃悟信非人钱客 不但现金禁付其人 尚且贷款 只似凿磨 但是钱客卷款之后 逃逸无踪 行迹如石沉大海 乃至落魄 而将近二十年 此案例即为 贵堂永彼之尊父 今时上证星鸾妙化大天尊 无举此力 乃要众生明白 一生贪念 无名弊障 纵然聪明智世之人 贪念足以摧毁灵敏 致其行为 让旁人不能理解 当然大天尊 身负天命下世 其前半世之富裕顺遂 视为天命应运 必然之程序 但众生试问 领天命之智者 犹然如此 无备一介凡夫 能有智慧 勘透此意贪念 否何况天律 现世暴已成速审速决之律力 一旦贪心避障理智 其行为将招致损服 及生货之动能 慎愿众生能借大天尊之势力 而慎借我心之贪婪 至少可以保持幕下之顺境 免招不可测之霍原 文昌帝君将 末法书基 既执末法之期 众生除感受因果大清算之外 加上百余年来天律 更改为现世暴律力 当可见随处因果夜暴所牵缠于众生之报相 然则 素是夜磊不能抹煞 浩天亦非不仁 绝无阻断众生再生之机 故夜暴虽密集 但书基一叠将搬传 众生当可见 近世以来之书胜法门应运广传 更有普化道场 浩天谍搬书利 此何以致之 无他 报业细数个人累事所造 自当面对于原熟之计 但当下总是无辜之身 因而法外施恩 加以班次书利 比以众生面对垒是夜暴 甚或现世暴之计 可得再出因果报夜之计 有其康庄大道 免于言律之下而无生机 是已故 报果虽然处处献 但解夜之法 只要心存善之 善念 愿与亲近 并非无法可解 但是末法时期 虽是天降书基 以解大清算之果报 可是佛 魔病降 亦为亘古不变之定论 因此当下亦有甚多心存不轨之人 或为魔众扰道之考 托称或借此上天之书基 古或正信 正念之修子 有情原重或因一时蒙蔽 甚或受此牵扰 乃误入其图等等 西皆有之 因此无要正告众善 且要心有智慧 须知 阳律已有法律之外 上有情 理 因而任何道场之书 圣法门或书利 西皆应运于末法清算 即现实暴律力 唯必须和于情 理 法 阳律已如是 天 明 律更是如此 所以智慧者自能明判 如此将有助益于自身面对果报 更能借此末法书基精进于自身道成 乃至借此当下之身 了断无数轮回之业债 故无甚愿众生处于此计 应能勇于面对因果清算 智慧明判末法书基 如此当能顺遂于当下之修行道成 纵然在不济 亦能免除再造新音 落入县世报之严律 文昌帝君将 起心动念之滴水穿石 既执天律更改百数十年后之今日 众生虽尚未能适应于此雷霆律力 但是诸天寻受监察思神 西皆因应观黄之铁面无私 因此众生之严行在诸天监察之际 可谓明察秋毫 是已在众生细微如起心动念 在电光石火之刹那 亦依依依登注 并且丝毫不苟 依律累计 无今夜以起心动念为题 富标加注滴水穿石 即要众生祭此非常时期 当需戒慎前藏时海深处之起心动念 因为诸丝监察毫无遗漏 语云 相由心生 由此可知我人心念如何 面部五官乃气神态举止 西皆可以动逐众生所谓之秘密 在诸丝登陆之善 恶心念之际 常自以为无人可知 但是众生可知 阳阵之谓四知 天知 地知 你知 我知 世上无绝对之秘密 因而由外相 可见之内心所潜藏之意念 若我人方寸常存人善 则其善人 诸丝见之而登陆 虽曰小小一念之善 但若时时刻刻常存善念 则其累积将何其浩瀚 反之 若时时起心动念 惜皆恶念 时时存在绝夺之欲望 设计陷害无辜 以图谋自身利益 纵然仅值起心动念 但若日积月累 则我心四若罪恶冤手 将是有思一律 消服失诚之对象 故心中一念 乃永无息止 正如滴水穿石 将造成无可挽回之改变 如心善 将改变今生之乖喘恶逆 如念恶 则有福消福 有禄消禄 有寿消瘦 窒息众生明悟 雷霆言律之下 虽无可避免 但是却可从最微小之起心动念 而获得最大之转变动能 文昌帝君将 总论 既执天律更动 改为现世报 无简易做一换算表 彼使众生一目了然 而能有所遵循 诸天寻间思路 会以众生日常行事中 每一好事 一级利于他人 及家登注一好事 每逢时禁位 及时好事著名为一善 逢时禁位 时善及义德 约略以此三禁位 作为平见标准 当然好事 善事 得事 义均分有轻 众 故有小好事 大好事 伟大 小之分 不甘尽畏之计算 却可以关联到转运 消灾等事 余上二位皆 亦以此类推 无在就此三项 平见标准做举例 比以众生可以类推 比较 而之所遵循 好事 小好事者 如能见路有不平 或动物遗失等 加以妥善处理 则为小好事 大好事者 如能助人解危 如路口 见老若 及如小等 助于安行路口 如有危险 而伸援手 则尽为一善 事事繁多 无仅略加举例而言 善 小善者 能见危险事 而当事人 无所察觉 加以提醒 或助之急事 大善者 如自身能力 虽有不足 或具足 却愿意意识涵盖在内 而能助人度过危机 或得转机军事 德 小得者 如顺守阳律 有不及之处 亦及法律漏洞 当然 亦只欲有事件 平常无事 不愉悦 则不计在内 大得者 即众所周知 救人命等事 在日常中 众生有许多工作 或全职 可以判人生死 或助人解危 如法官 律师 医师等 收取正常报酬 当然不计在内 可是若在职权工作范围之内 自发诚心 加以助人 则可以寄入小善之内 细数至此 众生应有概念 因而加注 基此好事 善事 得事 如何因应 现世暴律力 而得转化人生 若有行好事之计 为达尽畏 一己已登注 二件好事以上 则已可促显化节 小人不善之运程 若尽畏之一善 且仍在持续行好事 则可促显福运 弃尹教善缘之贵人 若尽易得之登注 且由持续行好事 则可促显化灾节 尚未发生之前 可以化除 一旦发生之后 则可促显助力 天运因应律力 众生当一慎思 而仔细 言为律力变动 以及因应之道 由其行善德之计 乃由自身制成而行 有如习惯之自然 有思登陆 有加倍计算之全职 众生免之 文昌帝君将 总论之二 人生在世 稀在其心动念之间 乃衍生许多贪 称 吃 及至欲望 故诸天有思 因应天律 现世报之后 有其监察登注之标准 前述善之律力 也以列数分明 今在列数成恶之计算 凡在众生犯有不当之心智或言行等 可分为三个层次 总而言之 即小恶 中恶 大恶 自将此三层次分别列数于后 小恶 乃为过错 最具体监察登注之标准 乃众生起心动念 有逾越于道德规范 以至阳式律法 西街登注为过错 若以日常事而言 则以无心之言行 伤损他人 则为登注标准 约略过错之范围 均在无所举例之事件 以此众生推想 极有可依据比较之处 小恶仍以时进位 中恶 非歹是也 所谓非歹 即乃延续其心动念 若此一心念付诸行为 而伤损侵害于他人 无辜 无妄受其所害 均属中恶 仍然以时进位 大恶 恶虐是也 此一大恶亦延续非歹 只是乃细结果 以行为有所侵害他人 是其受害程度 监察登注为中恶或大恶 举例而言 杀人 强盗等等 西街大恶 但是如幼奸少女 或利幼青少年 入歧途 甚或诬陷等等过程 如果结果仅是少女 或少年 急受诬陷者 仅一时受害 旋即警醒 未再续受其害 则仅登注中恶 若其结果 或其结果 或患缠绕不休 其登注为大恶 但众生须确切明了 在现世暴律力中 同一事件 若持续为有消除 则可连续登注 并且以累进加倍登注 举例而言 某人见人富有 及私偷盗 虽为付诸行为 故登注小恶 但若此念不消 凡一起心动念 及加登注一小恶 不论几次均加登注 且为倍数累进 因而众生切一戒肾 一旦满时小恶 即消底一次善缘运程 凡满时中恶 即生血光意外灾汇 若满时大恶 不出三年 凶星必至 甚愿众生能有剃免 文昌帝君将 自书后语 依须 浩天行雷霆之律力 以晚末节浩劫之将兴 虽曰苍天至人 亚不愿众生苦去沉沦 但是至乱世用重点 纵非可以千秋万世 太平无事 却可警醒明晚 故末节时中 浩天观黄 施行现世暴律力 实为不得不耳 为人敏眷记众生 乃赤命著书 由案例以警 赴次 列数兼查标准 彼使众生有所了知 免除天律巨变之后 误触心法 本书之著业以告郡 虽未如天律 旧版规格 如玉律宝超 及功过格等一事 以罪列数清楚 但无将心律所本之依据 符以今时所发生事件 加以对照及标注 并以浩天心律 主要精神所在 加以阐述而成书 所愿者 乃众生阅书之既 不生教条 是知书目而厌烦 而胡伦 甚至师之交臂 一旦误触心法 悔之莫及 大师浩天人敏之念 今书已成 且将付诸积绝 众生即将有阅书之机 乃书己怀 概述耿略 视为书后语 而与众生共勉 文昌帝君将于 台江新设一赤拱横堂 大成至圣仙师孔子将 为现世报律力 补续做后续 夫世道交离 人心不古 乃至大师淳朴民风 故人心不善 心存兼令 故多有成疾风 绝私利 人世间纵非阿修罗魔境 但似苦海绝无一意 素自甲子年 观黄受禅 荣登九五之尊 掌天地话语权柄 乃对凡尘恶浊 及私整顿 因而扳斥天律 改为现世报 以废除及杜绝 格世报之弊病 今已施行心律 百数十年 众生虽深受心律 之变革 却无以明了 此变动之详情 浩天本至正之人 不忍众生受此苦难 乃在降诸报书 加以阐述及宣导 彼使众生之而明 明而替 替而警醒 故报书痴命铸造弃金 夜已完书 无畏众生而守成庆 颁传寿之后 众生能得遵循而行 必亦屈及必凶 避免身受不知心律 而多加之苦难 习以灾 报书继承 无仅数数 与列于报书之后 以免众生 甚愿能有所得 与愿足矣 大成至圣仙师 孔子将与台 将一赤共横堂 欲须公元使天尊将 至 昔有三都父 一时洛阳只贵 今有鸾门宝书 补序县世报律力 颁传寿事 亦必众生争相传阅 当可为金骨相互辉应 传为家宇 贵堂创建以来 蝶领浩天重命 由其官皇长灵霄 而赤命更改天律 而其阐述心律之宝书 必命贵堂铸造 当可见眷顾必命之众 实为可喜可贺 以授命为三草普渡之 普化道场 当之无愧 宝书继承 将择众生千秋万事 如此不但上浮 浩天掌律天运 下则众生平等目寿 不失偏颇 故将为台江一地之 鸾门道场 一赤拱横堂造就说果 今日宝书即将 印行寿事 无身恐众生 失之交臂 更为上天辞人 众生有幸悦书而喜 乃谨至术语 光赞宝书 并为免 欲须公元使天尊 降于台江新设 一赤拱横堂 世家如来佛将 拔 浩天官皇以霹雳 手段施行 现世暴律力 虽然众生乍然陷入 惊折春雷之恐惧间 但是宝书补续 现世暴律力之铸造 犹如狂风暴雨中 刹那露出曙光 可使众生如暮春夕 当能依扫阴霾 可喜可贺也 虽然既执末法清算 因果急速显成 加上人心功利 自私之心由盛公义 以贪婪而蒙蔽良知 因而时障红尘之 炎福体地 宛如乌烟瘴气之 穷山恶水 但是 各有时之事 既善慧根气之人 仍然不昧本来 兼成修办 是以浩天不忍御时俱焚 乃造就宝书似如此行 于苦海间忌度众生 宝书继承 众生已得走上 康庄大道坦途之契机 无申愿众生而后的书 真而惜之 戏家掩月 必有所得 树姬不负浩天 辞人用心之苦 今于书后 谨书己见 以免众生 是为八 拿谋世家将于台 将新设一尺拱横堂 本堂主席官登台 盛世 贺喜朱贤生 今又护持完成 保书补序 现世报律力 主助先师回天脚指 无意并将朱贤生 护法书成之苦劳 会整功成南天 今夜无先与朱贤生致贺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去 葬葬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 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 则可至少到 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 地狱管理 求道后 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 则有两位 入鸾道 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萧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 本身有怨颤班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 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 荣誉总功德主准 与萧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 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 县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助印 千本可萧解 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 与真诚来做 无为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 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 积累至二世德 准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拔与生前住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 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 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观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 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个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恒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住籍后每天定要念 至少十声拿谋弥勒净佛 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南无比赤拱恒堂语 南无比赤拱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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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三期末节 世人造恶多端 天地间已累积太多怨气 天上诸天仙佛屡屡下凡劝化众生 无奈众生太多不信因果报应 所以把因果讨报速度调整 改为现世报应 望大家把握时光修行 未来灾结只会越来越严重 把握机会超拔先祖 妙与神明 有缘亡魂与游魂 地基主 甚至为自己与亲朋好友 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未来往生后可以去修行 因为太多人过大渔宫 这样绝对无法回天的 您有把握三观九口 可以过关吗 您在世会发脾气吗 会好美色吗 会不说谎吗 甚至 望大家都改成吃素 断掉与众生之冤报 这世界就会更和平 恢复以前无灾无难的世界 希望大家一起吃素修行就地球 希望大家能早日吃素修行 多行善 多放生 多念佛 礼拜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一赤拱横堂有为新宗弥勒道场 千佛墙 五度母转经轮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一赤拱横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